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惨的男主 不但被女朋友骗财骗色 就连穿越到异世界想要购买武器 都惨遭大剑的拒绝 直接被垫飞出去 时间回到一天前 男主眼古上文正在图书馆看书 谁知一阵光芒出现 他就穿越到了异世界 面前是一群虔诚的信徒 希望他拯救这个世界 成为了莫名其妙的顿之勇者 和另外三人组成了传说中的四圣勇者 信徒希望他们能先去见见国王 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途中男主面对外面的风景 充分暴露了自己宅男的属性 让另外三人看穿了他就是个土包子 很快他们就被带到了国王面前 没想到 刚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 男主就明显感觉自己被冷落了 因为到了顿之勇者介绍的时候 国王居然直接选择了无事 就算这样男主也并没有生气 他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有一种被叫做浪潮的东西 要毁灭这个世界 距离第二次浪潮来袭 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必须集合枪剑攻盾四位勇者之力 才能拯救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国王把他们召唤过来 谁料勇者们听到后 只关心有没有高额的报酬 毕竟击退浪潮听上去 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而他们刚刚穿越过来 还需要打怪升级 才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本来男主建议四个人组队刷怪升级 但大臣却制止了他们的抱团行为 并解释传说武器有相互排斥的性质 所以他必须要分开行动才行 于是国王就让他们今天先休息 明天给他们安排手下 回到房间的四人凑在一起聊天 这时他们才发现 四个人虽然都来自霓虹果 可是却来自不同的时空 相互之间了解的事物都不一样 最悲催的就是男主 他压根就不知道任何一世界的规则 于是隔阂就这样在他们中间产生 三个攻击看不起防御的盾 枪勇还告诉男主 盾在这里就是个废物的存在 虽然男主感到了绝望 但他很快就振作了起来 盾可是防御攻击保护队友的力气 想想自己在地球的时候不受欢迎 在这当个盾勇说不定能命犯桃花 就在这样的幻想中 男主欣慰地睡去了 可是第二天他的桃花梦就彻底碎了 因为男主发现十二个手下 没有一个愿意跟着他 就因为他是盾 而昨天还和男主把酒言欢的三人 也开始相互推脱 没有一个人愿意分人给男主 这时 一位美女主动站了出来 自愿加入盾之勇者的队伍 这样男主还以为是桃花运来了 国王说以后每个月都会给勇者发惊贴 因为男主人数少就多给了一些钱 而他们将用这些钱筹集装备打怪升级 美女告诉男主他叫麦英 看到如此平易近人的绿茶 男主就决定要好好保护他 绿茶把男主带到了全城最好的武器店 由于传说武器的系统限制 男主除了盾不能用任何武器 只好退而求此买套防御装备 于是男主买了最贵的锁子甲 然后就开始在城外刷怪升级 虽然男主现在一级 攻击不高 但锁子甲帮他挡住了全部伤害 他的盾能吸收气球怪碎片升级 晚上 他们再次来到装备店里 在和老板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给绿茶买了一整套豪华装备 毕竟这种福利以前可没有过 随后两人来到饭店吃烛光晚餐 绿茶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拜之情 没想到在夜光美酒的诱惑下 男主依旧把持住了男人的尊严 拒绝了绿茶要回房讨论剧本的建议 吃完饭男主就返回了房间 刻意放了几枚银币到盾里以防万一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 他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起床后男主发现 自己的钱和装备都被偷了 等他走出房门就被骑士抓了起来 男主被骑士们押解到了大殿上 这里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敌意 而他的美女同伴还陷他酒后飞离他 男主这时发现锁子甲竟然在枪勇身上 枪勇却说这是绿茶昨晚送给他的 国王这时候就直接给男主定罪 案例对女性施暴是要处以极刑的 就在男主不断为自己辩解的时候 一个士兵说在他房里搜出了铁证 这下男主真的是白口莫辩了 他才明白绿茶从一开始就打算陷害他 早就基于他的钱和装备 这帮人全都串通一气对付自己 所以才没有一个人出来同情他 这让男主彻底愤怒了 仅仅是因为自己是个盾牌 所有人都想把他踩在脚下 他看清了这些人肮脏的嘴脸 一把推开了所有的士兵 再也不愿意和他们为伍 因为还需要男主抵抗浪潮 国王就决定停了他的津贴并通告全国 男主也不想接受无耻之徒的馈赠 把盾里的钱全都丢给了他们 和他们彻底划清了界限 不再相信任何人的男主决定 未来他要独自一人对抗浪潮 男主本以为能当救世主 现在却成了个过街老鼠 武器店老板一把拉住男主准备教训他 可从男主的眼中 老板明白的事情并不简单 之后给了男主一件披风为他践行 虽然披风就只五个铜币 但对于男主来说这就是温暖 男主来到城外疯狂刷怪 可打到晚上才升到了两级 第二天 男主来到城里打算卖掉怪物碎片 黑心商人却想要低价收购他的东西 但盾勇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 他当即表示自己也没让他高价买 只要以普通的价格收购就行了 在经过武器店门口时 男主还了五个铜币给好心的老板 在吞噬了足够的草药之后 男主的盾进化成了夜行盾 还能让财的草药品质提升 靠着卖草药他又赚了一大笔钱 在城里有小混混想抢他的钱 也被早已变强的盾勇打倒了 突然一个奴隶商人叫住了他 表示需要人手可以选择买个奴隶 他们不会说谎也不会背叛主人 而这正好是男主最需要的 于是他见到了在异世界的第一个同伴 他是一个被锁在笼子里的最便宜的亚人 以前的主人经常虐待打骂他 而他应有精神障碍一直咳嗽 所以在奴隶市场没人想要他 毕竟和75级的兽人比他没住和优势 可男主偏偏就选择了买下他 奴隶商人用男主的血当墨水 然后他就成了男主的奴隶 随后 他的所有属性都呈现在眼前 付过钱后他就正是属于男主 不过他好像有点害怕新主人 男主问他叫什么名字 女孩有些害怕的说他叫小雅 男主随后带着小雅向外走去 不过商人却早预料他会选小雅 男主带着小雅来到了武器店里 拿出了他身上的六枚银币 帮小雅置办了一身新的行动 看着眼前这么可爱的小雅 男主第一个命令是让他击杀气球怪 但小雅却本能地抗拒 可违背主人的命令 让他遭到了奴隶诅咒的惩罚 小雅只好拿着匕首刺了过去 因为力气小反倒被弹了回去 最后用尽全身力气才打死气球怪 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也获得了经验 武器店老板告诉他 奴隶契约设定了同行者 所以他也能获得经验加成 男主告诉小雅自己没攻击 之所以买他来就是为了当自己的手中剑 老板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表示小哥你这样做事会死得很惨的 就这样 小雅就成了男主的御用打手 在这个污浊不堪的国家中 雅人一直处在社会的底层 但男主却没把他当奴隶看 雅人禁止进入的饭店 男主会直接带着他进去 别人家小孩能吃的套餐 男主就会给小雅点什么 作为奴隶他从没享受过这待遇 更别说像这么美味的食物了 而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只要在男主嘲讽控制住怪物时 他来负责击杀怪物就行了 男主生了疾还获得了制药能力 小雅得知男主是顿之勇者后 想起了小时候父母对他说的话 四勇者中只有顿勇对雅人非常好 父母果然没说错 他刚记下主人名字 男主就给他配置好了制咳嗽的药 催促他喝下 到了晚上小雅又做了噩梦 他梦到了第一次浪潮出现的怪物 还有父母为了保护他牺牲的画面 恐怖的场景让他每晚都会被惊醒 男主每晚都会贴心地抱着安慰他 第二天 男主就把制作好的药 耐给了药材店的老板 男主出来的时候 看到小雅一直盯着小孩玩球 小雅嘴上说着不想要球 身后的小尾巴却出卖了他 男主转头就买了个球给他玩 还带着他在城里吃喝玩乐 只要不是战斗的时候 男主都把他当小孩子照顾 就算是尿床了也只会摸着头安慰他 这天小雅他们刚打死气球怪 草丛里就钻出来一只兔子 一上来就咬住了男主胳膊 可小雅很害怕会出血的兔子 男主说要是不能战斗的话 他就不会再照顾他了 并表示在下一次浪潮来临之前 自己必须要不断变强才行 但是他只能做到保护 如果小雅不行他只能换别人 小雅当然不愿意离开男主 十分坚定地拿起了匕首 一刀就解决了兔子 男主用这段时间赚的钱 帮小雅升级了新的装备 还问到了适合升级的新地点 这是个叫刘特村的小村庄 从这里得知矿场的矿石来钱块 只是矿场里有上次浪潮的魔物盘踞 在矿场外男主把盾升级成了神盾 还多了个绿道发光的灵气盾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他们来到了矿场内部 忙着挖矿的男主没注意到 小雅的神情开始变得异样 原来是突然出现的双头犬 勾起了小雅内心中的恐惧 眼看双头犬扑了 男主赶紧带着小雅跳入水中 似曾相识的梦中画面 小雅说出了让他恐惧的缘由 这也是他为何半夜哭的原因 而此时双头犬也跟了过来 所以他们必须在这里战胜他 如果小雅不能全力战斗 那么他们都将会死在这里 男主冲上去用盾挡住了个狗头 却被另一个头给咬伤 可本能的恐惧让他不敢动他 就算是男主用奴隶诅咒强迫他 小雅还是没有勇气发起攻击 看着身体本能后退的小雅 男主无奈地让他赶紧逃跑 自己来争取时间让他逃走 这时小雅发现挡在身前的男主 和保护自己牺牲的父母一样 脑海中不断浮现两人相处的片段 不想失去身边重要的人的小雅 成功战胜恐惧 拿起了匕首 勇敢地跳过去刺伤了双头犬 双头犬转头去攻击小雅 男主释放出灵气盾挡住了攻击 小雅抓住机会成功击杀了双头犬 然后抱着男主求他不要抛下自己 男主也正式和小雅约定 只要他当好自己的手中剑 那他一定好好地保护小雅的 自从矿场一战已经过了一周时间 男主的盾也获得了大量技能 可刚刚他因为大意还是受伤了 但作为手中剑的小雅实力提升很大 直接从小萝莉变成了个美少女 男主却像个木头人样丝毫没有察觉 只是没想到这个国家居然全是萝莉恐 买的东西不光不要钱还白送吃的 可长大后的小雅越来越有主见 开始主动管起了男主的衣食住行 买装备都要优先考虑给男主购买 之后才会考虑给自己置办新武器 小雅熟练地和武器店老板讨价还价 但在男主看来小雅这是脸皮变厚了 选来选去都没有适合男主穿的盔甲 老板就说可以用现有材料量身定制 等到了饭店准备吃饭的时候 男主依旧给小雅点了儿童套餐 可小雅却站起来说自己不是小孩了 是在勉强装大人 第二天男主就穿了做好的新铠甲 小雅立马就变成了个小迷妹 但城市的氛围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因为浪潮临近城里到处都是骑士 男主说要是知道出现的时间地点就好嘛 老板告诉他城内的大教堂里有个大沙漏 不光能预测浪潮的来临时间 还能把勇者他们传送到浪潮发生的地方 男主和小雅来到了龙克沙漏面前 通过盾牌查到了浪潮来袭的准确时间 但倒霉的是碰上了其他三位勇者 感调戏小雅 丝毫不顾忌身后吃醋的绿茶 愤怒的男主瞪了他一眼后 就转身带着小雅离开 不要脸的枪涌又开始接男主伤疤 但男主还是咬咬牙全忍了下来 晚上小雅问男主和其他勇者之间的事 男主说他没有知道的必要 因为他觉得就算是说出了真相 小雅应该也不会相信自己 眼看浪潮马上就要来临 小雅决定对男主说出内心的想法 是男主治好了他的病 还给他衣服穿 给他东西吃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会一直追随男主的脚步 哪怕是到天涯海角 浪潮到季时在慢慢地清零 可枪勇却依旧沉浸在美色之中 到季时结束 天空都变了颜色 男主他们也被传送到了浪潮之下 星红的天空上出现了无数个漩涡 无数魔物铺天盖地的席角而来 其他勇者直接去找浪潮boss 前方的鲁特村根本没人去管 虽然他们提前释放了信号弹 但等骑士团赶来村子估计早完了 男主决定带小雅先去支援鲁特村 在成功救下一位村民后 男主就让小雅带着村民去避难 他自己留下来引开魔物 男主为了能救更多的村民 开启嘲讽吸引了大量魔物 但眼前的魔物实在是太多了 还好小雅带着大部分人撤到了矿洞 为了能把村庄的损失控制到最小 男主决定爬上村内最高的瞭望塔 然后敲响上面的井中吸引魔物 很快所有的魔物都被吸引了过来 男主直接把油泼在了魔物身上 然后一把火点燃了瞭望塔 纵身一跃跳了下来 没想到村民们又赶了回来 因为男主刚刚的应勇行为 激发了村民保护家园的决心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型僵尸怪 男主连忙用盾护住村民 好在担心男主安危的小雅 这时赶来帮忙解决了僵尸怪 突然村庄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天上就落下了无数的火雨 男主连忙用盾护住小雅 接着一群骑士缓缓走进村子 刚刚无差别的攻击就是他们干的 小雅听到他们嘲讽男主 瞬间怒了 直接勇敢地拔剑冲了上去 他不允许任何人侮辱男主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男主却让小雅停手 骑士团的人还以为男主怕了 但男主严肃的表情却变得争鸣起来 因为他们身后出现了巨型僵尸怪 虽然男主讨厌骑士的嘴脸 但还是用盾替他挡下了攻击 再配合小雅成功击杀了魔物 男主吩咐骑士们重新整理队形 就带着小雅再次冲进了魔物群 结果队长却带着人跑去支援其他勇者 但他们之中还是有人被盾勇感染 决定留下来帮助男主 另一边 打了半天boss三位勇者 总算是成功解决了浪潮boss 这波浪潮总算是结束了 和小乔浪潮威力的枪勇他们不同 男主却深知浪潮的危害有多大 这样的代价根本算不上胜利 活着的村民向男主表示了感谢 要不是盾勇在他们没一个能活 为了其他孩子不像小雅一样 男主提醒他们必须不断提高自己 减少伤亡 因为残酷的浪潮下一次还会来 为了庆祝勇者们成功击退浪潮 画面一转 国王在王宫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男主却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 要不是为了报仇他根本不会来 但小雅在这却过得很开心 甚至还主动喂蛋糕给男主吃 一旁的枪勇却看不下去了 上来就表示要和男主决斗 原来枪勇听说小雅是男主的奴隶 就想来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还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男主 男主一听就没聊下去的必要了 刚走下楼就被骑士给拦了下来 而国王却直接宣布同意这场决斗 为此还封住了小雅要辩解的嘴 明摆着就是强行逼男主出来决斗 看着被他们绑架的小雅 男主不得不答应了决斗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台上坐满了观众 教皇和国王还充当起了裁判 这完全就是个充满黑幕的决斗 为了小雅男主决定全力一战 枪勇率先向男主发起了攻击 无法攻击的男主只能被动防守 枪勇趁机释放技能击伤了男主 男主则抓住机会用盾给了对方一拳 就在绿茶认为盾的攻击无效时 枪勇却痛苦地大叫起来 因为男主时刻带着黏人的气球怪 男主心想反正打不过就恶心下枪勇 枪勇被气球怪弄得手忙脚乱 男主趁机使出双头盾挡住枪勇 枪勇被双头犬的攻击打倒在地 在释放灵气盾给了枪勇重重一击 随后用盾之牢笼把他和气球怪关在一起 很明显这场决斗是男主赢了 但国王却轻蔑地当没看到 而观众也开始指责男主手段卑鄙 男主打开牢笼让枪勇赶紧认输 没想到枪勇还是冥完不灵 男主就决定彻底把他打趴下 突然一阵风把男主吹翻在地上 原来是绿茶用风魔法偷袭了他 枪勇抓住机会对男主发起猛攻 然后释放出了他的纠集大招 男主用尽最后的力气站了起来 说出了刚刚绿茶插手决斗的事 可让男主忘乱没想到的是 绿茶刚刚那么明显的魔法攻击 全场观众竟然没一个人说看到 国王更是不要脸的宣布枪勇获胜 绿茶这时跑来嘲讽男主 看来他又要一个人战斗了 当国王下来祝贺枪勇时 男主这才知道绿茶竟然是公主 从一开始他就是为了讨好枪勇 所以才诬陷男主把他名声搞臭 而国王为了女儿不惜扭曲事实 这场决斗也是绿茶早就算计好了 男主想不通既然那么不喜欢盾勇 为什么还要把我召唤到这个世界 观众们也开始说就不应该召唤盾 这样的罪人就应该立刻处死 男主愤怒了就因为自己是个盾吗 他看着小雅被消除的奴隶符文 自己和小雅的关系被解除 被解放的小雅转头看他 他以为小雅会回到身边 可小雅说了句再见就走开了 感觉再次被背叛的男主崩溃了 既然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欺负自己 那么自己走上黑化之路又如何 然而下一秒 小雅一个巴掌就抽在枪勇的脸上 愤怒地表示 自己什么时候让他们来救他了 枪勇直接被小雅打懵了 小雅却一直在阐述男主的优点 他从来不会强迫自己去做不愿意的事 累了就会让他休息 并反问剑勇是否会助一个生病随时会死的奴隶 不等剑勇回答 小雅就拆穿了他虚伪的真面目 绿茶听完就想替枪勇教训小雅 但这时其他勇者走了过来 他们告诉枪勇 这场决斗是他输了 刚才是绿茶犯规用魔法袭击了男主 而国王更是让所有观众当没看到 小雅此时来到男主身边 但男主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 他觉得小雅已经背叛了自己 直接一把推开了小雅 他以为小雅是枪勇派来看笑话的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一直是输家 他们肯定又想给自己安上别的罪名 小雅却直接抱住了男主 告诉他自己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 即使整个世界都站在对立面指责他 小雅依然会坚定不移地陪在他身边 温暖的话把男主从黑化的边缘拉了回来 看着面前的小雅 男主意识到他好像突然间又长大了一些 自己都开始有点不认识他了 小雅坚定地表示 虽然自己还是小孩子不靠谱 动不动就哭可能还爱手爱脚 但他想要永远陪在男主的身边 小雅的一番表白感动了男主 他像个孩子一样趴在小雅怀里大哭 就这样趴在小雅身上睡了一整夜 看着长大不少的小雅男主还有点不习惯 小雅拿了点剩菜剩饭做了两个汉堡 打开心结的男主第一次尝出了食物的味道 另一边 这个国家真正的掌权者也忠于现身 因为国王一次性召唤了四大勇者 对周边的国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女王不得不前往平息各国的不满 王都发生的事情他全都了如指掌 因为无暇顾及只能让密探先监视 此时 国王正在给勇者们发放奖励 其他勇者都获得了高额的援助金 只有男主获得了规定的最低保障 就这国王居然还找理由没收奖金 还好这次其他两位勇者站了出来 表示他们犯规害的顿勇失去了奴隶 这会怎么好意思不给人奖金 绿茶站出来说是顿勇先藏魔物的 勇者不懈地表示人家那是凭本事 而他偷放魔法那叫作弊 况且在浪潮中是男主拯救了村庄 国王一看两个勇者不买女儿的账 只好支付男主最低限度的保障金 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的男主拿了钱就走 为了让男主再次信任自己 小雅又去重新刻上了奴隶符文 没想到男主能把罗里养得这么大 商人激动地表示 就算不是第一次也能卖到20金币 男主居然还真的觉得这买卖不错 这时商人背后奇怪的蛋吸引了他 商人告诉他这是魔物扭蛋 最差也能开出能拉马车的飞落鸟 运气好的话还能开出一条骑龙 经不住黑心商人的诱惑 男主还真的花钱买了一个 他本意是想开个魔物帮小雅打架 小雅很高兴但还是责怪男主乱花钱 由于男主之前拯救了鲁特村 药材商的亲戚拜托他帮顿勇的忙 老板直接送了他一本制药书籍 还告诉男主魔法店的婆婆叫他过去 说是报答男主救了他在村里的孙子 婆婆告诉男主有回复和支援的魔法适应性 小雅则是可以学习光和暗的魔法 又送了一本魔法书给男主练习 但是男主却不认识上面的字 幸好小雅表示会和男主一起学习 画面一转 熟睡的小雅突然被男主叫醒 因为他们买的宠物但破壳了 很不幸开出来的是只飞落鸟 飞落鸟直接把男主当成了父亲 于是男主开始了既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飞落鸟越长越大 如今的落鸟已经能驮着男主了 男主骑着飞落鸟一转眼就不见了 小雅像都望夫时一样等了一整天 非常满意的男主给飞落鸟起名飞落 突然村民说有群骑士过来了 原来是绿茶带着枪涌到了村子 一来就宣布枪涌是新的领主 还冠冕堂皇地说为了村子的复兴 以后进出村子都要收50银币的税 这时男主忍不住站出来和他理论 表示你知道在这里住一晚要多少钱吗 包火11天也才一个银币 他们这进出就收了100天的食宿费 就在双方马上要剑拔弩张之时 一群黑衣人出现在了绿茶面前 可当他看完黑衣人给他的卷轴后 突然就说要和男主来一场比试 赢了的就能管理村子 但不要脸的绿茶竟然选择骑龙比赛 只有飞落鸟的男主当然不愿意比试 可飞落看到骑龙后却干尽十足 无奈的男主只好答应了这场比试 没想到还没开始枪涌就来嘲讽男主 这种胖鸟怎么能是龙的对手 于是下一秒 飞落直接对他命根来了一脚 众人连忙围过去为他治疗 这还是小雅第一次见到男主这么开心 这次比赛的规则也很简单 围着村子跑三圈谁先到谁就赢 一场骑龙和鸟的竞速比赛正式开始 眼看男主和飞落稍微领先枪勇 绿茶居然让骑士使用魔法布置陷阱 眼前的洞让男主来不及反应摔倒在地 绿茶还没来得及高兴 男主很快就骑着飞落追了上来 绿茶再次给手下使了个眼色 骑士立马给男主施加了减速魔法 这下直接把飞落给惹怒了 当场开启了暴走状态 枪勇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男主就再次反超了枪勇 绿茶一看这顿勇领先怎么能行 赶紧让骑士对枪勇施展加速魔法 枪勇很快超过了男主 还把男主超车的路给拦住了 甚至还再次用魔法制造了坑洞 男主直接使用灵气盾垫脚 一个漂亮的滑翔弯道超车 成功追上了枪勇的骑龙 最后的冲刺阶段 飞落以一个鸟嘴的优势抵达终点 没想到刚一赢得比赛 落就又长大了一圈 绿茶竟然恶人先告状 说男主这个就不是飞落鸟 男主却让他先解释下 刚刚的地动是怎么回事 绿茶此时却死不承认 没想到三个黑衣人再次出现 直接认定了是枪勇一方作弊 无话可说的绿茶只好作罢 枪勇本来还想放一句狠话 可当男主问他受伤的部位咋样 枪勇立马会溜溜地走了 村民们为了感谢男主的帮助 把村里唯一的马车送给了顿勇 没想到飞落特别喜欢拉马车 因为晕车男主就让小雅先休息 临走时 村长送了个通行证给男主 说是能让他在各个城镇间免费通行 也就是说他可以一边打怪一边做生意了 天刚亮男主就被小雅给叫醒 意外发现身边多了个小女孩 男主被吓得连退数米 原来这个小女孩就是飞落 原来她是飞落鸟当中的女王 拥有着强大的变身能力 能在萝莉和飞落鸟间来回切换 但这样的女王却让男主很烦恼 光是刻上魔物纹就花了一大笔钱 而且他每次变身都会把衣服弄坏 因为飞落每次变身都弄坏衣服 男主怕再这样下去自己都破产 想让老板做套变身种服的衣服 老板说特制的衣服他这没有 让他们去旁边的裁缝店看看 裁缝店老板夸飞落像天使一样可爱 甚至还把男主当成了飞落父亲 男主告诉老板想要件变身不坏的衣服 老板说需要用飞落魔力编织的魔法线 才能定制他穿不坏的衣服 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婆婆的魔法店 但制作魔法线关键的魔法是坏了 得重新找到一块魔法石才能制作 没办法男主只好一边经商赚钱 一边打探哪有魔法石的消息 村长给的行商通行证让他省了不少钱 半路碰到一个拿着药水准备回村的人 男主和村民谈好价钱后 就带着村民骑上了飞落 让他体验了一把速度与激情 原来是他的母亲病重躺在床上 男主让他先去烧水自己来喂药 其实是用治愈魔法提高了药效 喝下药水后病人很快就好了 村民为了感谢男主救了母亲 支付了价值一银币的报酬 这更加坚定了男主经商赚钱的想法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男主想到了个赚钱的好办法 白天的时候他们在街上摆摊 晚上就提高药效治病救人 不过就在男主专心研究魔法书时 两个小萝莉开始在一旁争风吃醋 菲洛更是直接霸占了男主的床 这一天 他接了个护送珠宝商人的任务 从他口中得知男主被称为神鸟圣人 没想到半路遇到一伙劫匪拦路抢劫 指名道姓地说要男主交出珠宝商人 还说要把小雅抓去做压债夫人 敢打男主老婆的主意后果很严重 下一秒 双方直接来了个身份互换 原来有人故意泄露了珠宝商行踪 本来应该把他们交给骑士团的 可这群劫匪十分嚣张地说 要把被邪恶的顿勇袭击的是告诉骑士 因为比起顿勇骑士更相信劫匪的话 菲洛见状就说既然这样 那还是让他一口吞了吧 劫匪们立马变脸求男主饶他们一命 男主答应放他们一条生路 但是得用全部财产买自己的命 珠宝商看了都有点自愧不如 竟然把生命都放在交易的天秤上 勇者大人真是最近失去伤魂的商人们楷模 因为这次给男主添了不少麻烦 珠宝商决定提供所有的技术和人脉 先是教了他贵金属的加工 和相关工具的使用方法 以及宝石加工和附魔的技术 还把商人间的情报网介绍给男主 从中得知了其他勇者的近况 枪勇用传说种子拯救了个饥荒的村子 传闻剑勇击杀了一头巨龙 工勇的消息就很模糊乱七八糟的 最有用的是帮他查到了个矿场 在他们这有魔法石的线索 可根据矿场提供的线索 魔法石在一个非常棘手的地方 这曾经是个邪恶炼金师的老巢 如今却被一只强大的魔物盘踞 男主三人一鸟前来寻找魔法石 在洞内的大厅里有个空的箱子 就在三人还在研究空箱子的时候 飞落发现这边还有条路可以走 他们在路上发现了魔物的脚印 这次他们遇到的魔物非比寻常 竟然能挑拨对方的负面情绪 飞落受到影响开始攻击男主 魔法石婆婆赶紧释放出魔法反制 愤怒的飞落使用风魔法一吹 蝙蝠魔物的威胁瞬间解除 重新出发的三人 终于找到了魔法石矿 但有只尸身舌尾的魔物盘踞在这 小雅和飞落率先冲了上去 可小雅还没碰到魔物就被一脚踢开 婆婆直接给他来了个魔法洗礼 随后男主开始用盾牵制魔物 飞落这时在一脚踢翻狮子头 之后带着男主躲开了魔物的电击 小雅隐身攻击却被魔物发现了 从飞落口中得知他对声音敏感后 男主就立刻有了个主意 他让所有人捂住耳朵 切换蝙蝠盾让飞落来的河东湿吼 魔物的耳膜直接被震脱 小雅抓住机会刺中魔物 男主见小雅受伤赶紧来包扎伤口 就这样 他们成功取到了魔法石 在美食的诱惑下飞落织好了魔法线 老板也很快做好了落的衣服 听到男主夸飞落可爱 小雅都开始有点吃醋了 另一边 曾经被枪涌拯救的闹饥荒的村子 正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原来当初枪涌给村民的种子是 由炼金师制作出来的种子 虽然可以彻底解决饥荒问题 但是因为力量太过邪恶已经被封印了 而枪涌为了转名声片村民说是奇迹种子 结果种子成长过头把村子给混了 村民不得不订购了大量的除草剂 于是男主就接到委托来给这运送除草剂 进村的路上到处都是藤蔓和树根 进了村小雅问为什么不烧了藤蔓 村民表示能用的手段他们全都是过了 就算是叫来了冒险者也没用 如今植物已经到了魔化袭击人的地步 有些冒险者不听劝进村到现在还没出来 男主赶紧让飞洛进村把人带回来 飞洛很快就把人都接了回来 告诉大家里面的魔物会喷射毒液 村民们看到会说话的巨型鸟 就猜到了男主是传闻的神鸟圣人 村长请求男主拯救村里的病人 原来村民已经被藤蔓寄生 变成了真正的植物人 男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利用能力增强了药效 配合除草剂成功治好了村民 男主本想拿到医疗费就马上离开 可村长却跪下来求男主拯救村子 他告诉男主这一切都是羌勇惹的货 羌勇把邪恶种子留下就拍拍屁股走人 结果整个村子都被魔化植物吞没 村长拿出全部的钱恳求男主拯救村子 男主当然不会和钱过不去 虽然给羌勇那笨蛋擦屁股很不爽 但收了钱就得给人家办事 男主他们很快来到了魔化植物下 一只植物怪人挡在他们眼前 三人合机很快就解决了小怪 男主以为打掉花的眼珠就能结束 菲洛冲上去配合灵气盾灼掉花的眼球 可下一秒大红花又重新恢复了正常 男主让小雅试试除草剂的效果 其上菲洛准备灌入植物的眼睛 不料这两个小萝莉谁也不服谁 菲洛以为小雅是故意砍断藤蔓 想让他踩空出球 于是菲洛就使坏 让小雅被植物来了一波捆绑 而他则站在底下坏笑 但现在最要紧的是除草 可植物又很快再生了 突然想到自己能增强药效 说不定也能对除草剂奏效 男主直接朝着大树走去 大树用藤蔓把男主缠住 可在魔法的作用下全都破裂 男主用魔法加强除草剂 直接倒在了树根下 无数的藤蔓开始掉落 大树也开始枯林掉林 坍塌后的植物种子散落一地 男主就让萝莉们去收集种子 没想到大小老婆又因为果子炒了起来 男主吸收种子获得了植物改造技能 经过一个晚上的研究 成功改造出了新的果实种子 魔化的种子变成了能快速结果的果树 这样村子应该不会再闹饥荒了 但是男主表示种子也不能白送它们 可是整个村子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于是男主把果实全收了当报酬 还给这些种子和果实找了个好买家 珠宝商愿意收购全部的种子和果实 这一天 他们接到任务给温泉镇送货物 男主本来想送完货就回去了 可飞洛却很喜欢这 想去泡下叫做温泉的东西 小雅嘴上说不喜欢尾巴却很诚实 男主就决定今晚在温泉镇过夜 小雅吃醋飞洛太黏着男主了 突然看到了这座温泉的由来和功效 一起来泡温泉的男女会永远在一起 就在他幻想和男主的美好生活时 旁边却传来了飞洛和男主的声音 小雅直接被气得全身发抖 之后 小雅带了饮料想和男主一块喝 进门却发现男主在给飞洛梳头 要知道男主很久没给他梳头了 又听到飞洛说自己口渴了 本来想和男主一块喝饮料的他 直接自己一个人把饮料全喝了 晚上 小雅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要是再不出手男主就要被飞洛抢走了 心想要不给男主送的礼物吧 于是他准备上山寻找拉奇姆 这是一种特殊的西游宝石 似乎对恋爱很有帮助 有种叫加格克的鸟会收集这种宝石 就在他幻想和男主的甜蜜恋爱时 飞洛的声音把小雅拉回了现实 他以为飞洛也是来找宝石的 结果飞洛说是要找加格克的蛋 想着要是把这鸟蛋送给男主 主人就会和飞洛结成一对 没想到啊 两个女儿都缠他身子 于是大小老婆间的竞争开始了 就在飞洛得一笔小雅跑得快时 一个不小心踩到了悬崖的边上 小雅为了救飞洛一块掉了下去 运气好摔在了软绵绵的东西上 不料底下是只大野猪 好在小雅和飞洛两个人跑的 两人总算找到了加格克的巢穴 刚准备拿东西鸟就被吓得大叫 而这时候大野猪也追了上来 大野猪对着小雅他们一拱 不光踢飞了宝石 还把鸟蛋踩碎了 看来野猪是不想活了 居然敢同时惹怒两个女人 等到天亮的时候 小雅和飞洛扛着大野猪回来了 也不知道送野猪给主人喜不喜欢 好在有村民愿意花钱买了这头猪 于是他们又卖猪的钱买了把锤子 说是两个人共同送给男主的礼物 男主很开心就让他们先去泡温泉 离开的小雅下定决心 一定让男主把自己当女人看待 这天晚上 老婆们还在睡觉的时候 男主却一个人坐在车里忙活 原来他给小雅打造了个手镯 还给飞洛做了个天使发卡 第二天他们准备出发时 碰到出来逃难的母子俩 他们劝男主还是不要进村 现在村子里面正爆发瘟疫 男主还是觉得得进去看看 一位老人见男主来这有什么事 男主告诉他自己是路过的商人 老人看到飞洛认出他是神鸟圣人 连忙跑去告诉村里的医生 医生问他是不是真的神鸟圣人 男主却说是个路过的卖药商人 随后用魔法增强药效治好了村民 但这样也只能延缓病情不能治本 小护士说出现瘟疫的原因 应该是魔物山林吹来的怪风 一个月前剑勇消灭了山上的巨龙 那家伙涂完龙就拍拍屁股走了 结果尸体腐烂产生毒气爆发瘟疫 男主忍不住吐槽 这剑勇怎么跟枪勇一样白痴 本来村民们打算去处理尸体 可山上不光住着凶恶的魔物 加上散发的毒气使生态改变 现在连一般的冒险者都不敢靠近 虽然他们向国家报告申请了救助 他就让他们把申请救助的钱给自己 随后男主就带着他们去处理尸体 但是飞洛却执意要拉着马车前往 还说这是他这一生最宝贵的回忆 但他只不过也才出生一个月而已 他们在上山的路上碰到了一群魔物 男主加了个护盾一口气冲了过去 他和小雅来到了巨龙的尸体旁 眼前的斧龙让他们瞬间没有了食欲 身后的飞洛却在大口地吃着果子 可这时巨龙的尸体竟然开始动了 死亡很久的巨龙复活成了僵尸龙 直接上去给僵尸龙来了一脚 僵尸龙这时准备释放毒气 男主赶紧把小雅他们护在身后 可他的盾没办法完全挡住毒气 小雅也因此吸入了不少毒气 就在他分心照顾小雅的时候 飞洛却跟个疯鸟一样冲了上去 他本打算喊飞洛撤退 飞洛却被僵尸龙一口吞进肚子 还没来得及反应毒气再次袭来 男主脑海中回想起和飞洛的过往 他再次体会到了失去一切的感觉 愤怒憎恨的负面情绪疯狂蔓延开 渴望力量的他解锁了诅咒系愤怒之盾 诅咒的力量让男主的盾发生了变异 愤怒到极点的他双眼开始变红 终于成功走上了黑化之路 黑化后的男主静止走向了僵尸龙 僵尸龙却抬起立爪拍了下来 扬起的尘土让小雅都感到绝望 就在他以为男主已经牺牲的时候 泛着红光的男主却顶住了龙爪 身上也布满了红色的未知技能 强大的力量把小雅和巨龙都弹开了 男主的盾牌也被诅咒之火包围 回想起他曾经遭受过的屈辱 此时的男主只想杀光这世界所有人 就在男主要被诅咒完全吞噬时 突然他听到了小雅的声音 就算没人再相信他 小雅也会相信着男主 就这样 小雅再次把男主从黑暗中拉了回来 可因为离男主太近被诅咒之力烧伤 男主赶紧用治愈魔法治疗小雅 但普通治疗术根本治不好诅咒伤 但想要打败僵尸龙只能靠这股力量 就在他不知道咋办时 意外出现了 眼前的僵尸龙突然倒在了男主面前 小雅这时候苏醒过来说自己没事 而飞落也从僵尸龙肚子里滚了出来 刚刚明明看到飞落魂身是血被吞了 怎么落现在却是毫发无伤 飞落表示其实那都是他吐出来的果实之水 之后 飞落在龙的肚子里边吃鞭前进 误打误撞找到了僵尸龙的魔盒 因为飞落吃了魔盒僵尸龙才死了 男主本想先把小雅送回村子治疗 但小雅却要求男主先处理好尸体 他们处理好巨龙回到了村子 村医告诉他小雅中的是强力诅咒 村里没有能解开这个诅咒的圣水 只有大城市的教会才有这种圣水 小护士还以为这是僵尸龙上的诅咒 为了保护男主 小雅只好说是碰了腐肉 他知道诅咒之力会把男主带向黑暗 只要能阻止男主黑化这点伤无所谓 飞落突然想到自己有礼物要给男主 没错 就是僵尸龙的水晶 不过这可不是飞落吐出来的 而是作为礼物特意留下来的 男主直接用盾把水晶吸收了 由于等级不够无法解锁技能 回想起技能术里没出现过的盾牌 恐怖的力量让他现在都心有余悸 男主很害怕当时失手伤害了他们咋办 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小雅他们 在反思了自己今天的过错后 下定决心以后要好好保护他们 因为很晚了男主就嘱咐他们早点休息 小雅撒娇害怕想让男主留下 男主这个直男却让飞落陪小雅睡觉 他也拒绝了 第二天男主从村里接了个委托 到山上清理残存的魔物 在三人的配合下总算清理完魔物 男主看小雅的伤还很严重 决定明天就返回王都 要解除诅咒只能用教诲的强力圣水 突然飞落发现旁边好像有人 一群飞落鸟正围着个蓝发萝莉 飞落看到后觉得这群鸟应该很好吃 飞落鸟一听这话全都被吓跑了 男主就教育飞落不可以吃同类 看到会说话的飞落鸟蓝毛萝莉兴奋极了 男主看他的举止猜他是个贵族千金 蓝毛萝莉告诉飞落他叫小梅 看飞落那么喜欢和小梅玩 男主还有村民的任务要忙 就让落在这和小梅多玩一会 像个老父亲一样嘱咐他添黑钱回来 他就带着小雅回到了村子里 男主先是医治好剩下中毒的村民 就回到房里给小雅换药 刚好飞落这时候回来了 而且还把小梅也带了回来 原来小梅因为和飞落鸟玩得太欢 结果就和自己的护卫走散了 听说男主他们明天要回王都 小梅就拜托男主带他一起去 男主心想护送贵族千金应该有赏金 再加上飞落和小雅在旁边求情 没办法男主就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村民们都出来欢送男主 男主却让他们准备好未付的钱 等着他下次路过的时候来取 三人一鸟在路上边玩边走 有了玩伴的飞落十分开心 就是郁闷男主不肯他多吃肉 到了晚上小雅突然间睡醒了 本来他打算和男主换班首页 可他这时才发现小梅不见了 只有一堆衣服在飞落旁边 飞落不会把小梅给吃了吧 要知道他可是连同类都想吃 男主就想毁掉证据隐瞒这事 两人的争吵声把飞落吵醒了 小雅连忙问他小梅去哪了 飞落呆呆地说小梅在自己的翅膀里睡觉了 随后就把小梅唤醒了 原来落羽毛软绵绵得很舒服 所以小梅才脱了衣服睡在里面 小雅好奇地拿手摸了摸羽毛 结果他立刻就进入了梦乡 没想到这羽毛还有助眠功效 男主他们抵达王都后 小梅非常感谢男主的帮忙 就让飞落跟他回去拿礼金 而男主则带着小雅前往教会 男主和小雅走进了教堂 没想到教皇亲自出来接见 男主向他索要解除诅咒的强力圣水 但最好的一瓶圣水需要一枚金币 可小雅比起来这钱不算什么 可修女端来的却是劣质圣水 最低级的圣水敢卖我一金币 教皇连忙呵斥了修女的行为 随后给男主换了瓶强力圣水 男主拿到药水转头就想走 教皇却告诉男主要懂得感恩 男主和小雅刚一走出教堂 就发现有个骑士向他跑来 男主赶紧拉着小雅跑走 至于男主为什么要跑 男主表示人家追我我肯定要跑 而事实上男主今天出门绝对没看皇帝 先是在街上无缘无故被骑士追 好不容易停下来休息一下 枪勇这家伙突然对他下杀手 你说顿勇这是招谁惹谁了 男主问枪勇这次又是发什么神经 枪勇问他把奴隶女孩咋样了 男主以为他口中说的是小雅 不过这次他看上的不是小雅 而是金发有翅膀的小天使飞落 原来这伙是个天使控 飞落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型 异世界的金发天使简直太棒了 想到那只差点毁了自己的肥鸟 而男主又是这只肥鸟的主人 气不过的枪勇再次对男主出手 但是攻击波及到了周围的居民 就在枪勇马上要刺中男主时 刚刚追他的骑士却挡在身前 说在大街上私斗是不允许的 没想到绿茶带着人包围男主 拿出条例说这场决斗他允许了 但下一秒旁边的骑士却跪下了 原来是小梅出言制止了这场决斗 还把绿茶和枪勇给骂了一顿 男主没想到小梅是国王的二女儿 这时小雅和洛也赶了过来 不要脸的枪勇竟然拉起了飞落的手 关心地问男主是不是 把他当拉马车的马屎话 并忍不住谴责男主的所作所为 而这些话直接宣告 枪勇的好日子到头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嘲笑让飞落愤怒了 于是他再次出手了 枪勇再次成为了碎弹勇者 男主也连忙夸飞落干得漂亮 这时小梅走来告诉男主有话要说 人生地不熟的男主没啥据点可用 只好先借用武器垫来做会议室 小梅说他是王位第一继承人 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任女王 因为姐姐的品行举止十分不堪 所以继承权就落在了他身上 男主听说他是国家的王室后 直接打断将小梅赶了出去 因为国王和绿茶伤的他太深了 让他已经无法再相信任何王族 所以男主就出言让小梅滚出去 小梅本想继续跟男主说明缘由 突然士兵进来说国王召他回宫 无奈的小梅只好离开了 走在路上回想母亲的委托 女王让他劝告国王不要去别对待顿勇 现在看来问题很严重啊 男主还不让飞落再和小梅玩了 飞落不明白男主为什么讨厌小梅 觉得委屈的飞落哭着跑了出去 这时门口来的几位骑士和法师 得到许可飞落带他们进来了 他们想和男主一起对抗浪潮 男主却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就算是对抗浪潮不跟他也行啊 原来他们都来自于鲁特村 上次浪潮中顿勇拼死救了他们家人 所以他们想追随男主回报恩情 男主此时却拿出一条项链 表示如果花150银币买下这条项链 他就可以答应和他们组队 可他们手上暂时没这么多钱 但他们愿意为此去筹钱 男主脱下身上装备让老板升级 然后问老板等级旁边的星星是啥 老板说这代表你们可以升级了 升级后才能突破自己的成长界限 而作为勇者是没有成长上线的 但小雅他们就得用龙克沙漏升级 来到教会他才知道升级要15枚金币 这样十连抽都够抽几十次了 钱不够只好让小雅先升级 男主刚把钱交到修女手里 另一个修女却出来阻止 国王下令禁止顿勇队伍在此升级 气得男主拿回钱离开了 画面一转 自从把小雅卖给顿勇 顿勇行商给商人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大家都认为他这里的奴隶质量好 就连奴隶商都打探他货源哪来的 而男主这次来是问他这能不能升级 遗憾的是奴隶商不能帮他升级 但是他告诉男主可以去别的国家 用他们的龙克沙漏进行队友升级 他推荐男主去亚人国席德府里登 虽然那是个亚人国家却对人宽容 但是一来一去就赶不上下次浪潮 奴隶商推荐他先给飞洛升级装备 一双给飞龙准备的爪子 奴隶商也不多要就收他五个金币 男主却说四个银币再给我送点东西 奴隶商觉得男主越来越对他胃口 就转头给他准备送的东西 男主问他哪里可以试验新的装备 奴隶商给他推荐了个好地方 那就是王都的地下水道 最近有只魔物在这里作怪 男主猜这肯定是某个贵族丢弃的 还没说完魔物就对他发起攻击 小雅直接用剑砍断了他的尾巴 飞落的一爪直接送他上了天 这一脚下去要是枪用估计费了 晚上男主用强力圣水帮小雅上药 圣水包扎过的地方好得很快 男主边包扎边说着应对浪潮的安排 小雅突然问男主浪潮全部结束后 能不能带他一起去男主原来的世界 男主刚想说话飞落却醒了 看到和主人在轻轻握握 飞落立刻吃醋了 深夜等大小老婆都睡着的时候 男主又偷偷地在做给他们的礼物 第二天男主带着满满一车物资上路了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个城镇 要进去必须支付两个银币 但是城镇里面却荒凉破败 他们越往边境城市走 路边的难民就越来越多 手上还拿着各种东西想换点粮食 原来他们是北方来的难民 有个拿工的带领反抗军掀起了革命 看他们一个个都饿得厉害 男主就煮了一锅粥给他们 男主行商结束后回到了王都 之后就带着老婆们在餐馆吃饭 而剑永和龚勇两人也在这用餐 龚勇在北方打倒了个暴政的王 但是工会报酬却被别人领走了 剑永更惨劫的任务被别人抢了 同伴走来说工会有个委托 讨伐北方城市的领主 这个城市的领主对居民征收重税 还花钱雇佣士兵重罚反对的人 龚勇信誓旦旦地说要给他教训 可这话却让男主把茶喷了出来 龚勇走来问男主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他抢了他们的委托和赏金 没想到男主直接站了起来 直接反问在北方帮助反叛军的冒险者是你吧 那你知道打倒暴君后变成啥样了吗 新上来的王比以前的王收的税还重 百姓流离失所连口饭都吃不起了 不过就是换了个人而已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剑永表示不服 既然是他没解决问题那为什么抢自己的委托 男主接着说你打倒巨龙不处理尸体造成瘟疫 是他去处理了尸体所以委托才取消了 临走前男主表示 你们知道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害死了多少人吗 以后就别再给他惹麻烦了 随着谈话的结束 男主的新装备也升级完毕 骑士们也筹到了150枚银币 男主却没要他们的钱 而是让他们用钱去买套好装备 这也代表男主同意他们加入队伍 因为离浪潮只剩下不到24个小时 男主就决定先开个作战会议 至于地点当然是老板的店里 影像女王报告了小梅和男主的事 女王觉得这对小梅或许是个挑战 但这次浪潮一开始 却出现了个和服少女 离下次浪潮只剩下5分钟时间 男主为此准备了大量的回复药 毕竟已经有过一次浪潮的教训 男主让小雅把手伸出来 给他戴上了做好的手镯 说是能提高小雅的魔力 飞洛看自己没有吃错了 男主连忙给飞洛戴上发卡 他在上面附了提高敏捷的魔法 就算是变身也不会掉下来 然后设定骑士们和他一起被传送 随着浪潮到计时的结束 男主他们就被传送到了浪潮发生地 这次他依旧选择优先保护村民 就在男主他们清理西医怪的时候 发现有位老人家一击就秒了魔物 仔细一看还真有点眼熟 好像是之前救治过的老婆婆 现在病已经完全好了 身体也比以前更有劲了 老婆婆表示这种程度的魔物小菜一碟 以他这双克敌无数的冒险者之权起誓 看到这男主都忍不住怀疑自己 究竟让他喝了什么 大部分村民都已经转移避难去了 只是这都过去三个小时了 其他勇者怎么还没打败BOSS 骑士建议男主也去击杀BOSS 老婆婆也让他放心把这交给他 男主带着小雅他们前往浪潮核心 发现空中有艘巨大的海盗船 龚勇正带着人在地面射击 他认为破坏船头雕像就能逼出爆 可其他勇者却一股脑冲了上去 飞洛带着男主飞到船的最高点 枪勇在一边对付北海巨妖 剑勇在另一边对付海盗船长 但是无论剑勇怎么砍 海盗船长总能立马复活 眼看着他们配合毫无默契 勇者们全都一个个的各自为战 意见不同的他们甚至起了内讧 再也看不下去的男主从天而降 表示你们还以为这个世界是游戏吗 如果不终结浪潮所有人都得死 连个像样的配合都没有 小学生都比你们打得好 没有意识就不要来打怪 可两位勇者依旧在争吵 男主仔细侦查完海盗船长后 发现怪物的影子有问题 就让小雅释放光系魔法 在光的照射下怪物露出本体 男主指挥小雅一剑刺中影子 剑勇也有样学样 随后雅魂者全都冒了出来 在空中汇聚成了次元式魂兽 三位勇者连忙使出必杀技 但这样的攻击根本没有用 男主让飞洛对他用风魔法 总算是让是魂兽掉了点血 是魂兽此刻准备开大 猪队友想都没想就冲上去 男主则让老婆们躲在身后 是魂兽一个技能 就把其他勇者击倒 眼看魂兽又要开大 男主赶紧让飞洛前去周旋 小雅也在一边帮忙 虽然这种打法迟早可以击败他 但拖得越久村子就越危险 于是他决定开启愤怒之盾 让小雅这次别再拦着他 小雅拉起他的手 先提前给他打好预防针 防止他彻底陷入黑暗 没有后顾之忧的男主 再次开启了愤怒之盾 接着他进入了黑暗的世界 听到了个十分愤怒的声音 然后剑勇出现刺中了男主 原来声音是被打倒的僵尸龙发出的 因为男主装备了僵尸龙的龙巾 这次升级也带上了他的愤怒 就连飞洛也受到了僵尸龙的影响 直接上去一脚踢翻了是魂兽 男主也赶紧上去对付是魂兽 而其他勇者却在无动于衷地看着 这样的人还算是拯救世界的勇者吗 看着顿之勇者在代替他们战斗 三位勇者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绿茶更是说起了风凉话 但是小雅却直接骂醒了勇者们 被痛骂的剑勇和攻勇开始加入战斗 而枪勇却还在纠结为什么要帮顿勇 可在其他勇者的劝说下 四圣勇者终于合力对付是魂兽 这时男主的意识开始暴走 已经快压制不住僵尸龙的愤怒 小雅再次把他从黑暗中拉回 苏醒后的男主解锁了新的技能 他先用盾之牢笼困住魂兽 然后牢内长出铁刺固定怪物 接着释放目前他最强的一招 是魂兽总算是被消灭了 男主也回归了正常状态 就连飞落也恢复了正常 小雅看他们没事开心地笑了 剑勇觉得男主就像开挂一样 枪勇还有点不服气 落跑来嘲讽枪勇是不是输不起 男主突然来了个一击灵 只见船上出现了第二只是魂兽 正当他们打算应对攻击时 天上降下树道光剑秒杀是魂兽 紧接着神秘的和服少女从天而降 嘲讽到面对这种杂鱼居然还陷入苦战 就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勇者 照他看来只有顿勇一个人算是勇者 这个神秘的和服少女名叫格拉斯 和身为勇者的男主是敌对关系 随后就向勇者们发起了挑战 格拉斯强大的气场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男主就连他的等级都看不出来 格拉斯表示可以让男主先出手 旁边的几个人也可以帮忙 没想到三个猪队友经不起挑衅 直接带着人围住了格拉斯 然后各自准备释放大招 可格拉斯连挡都没有挡 这种攻击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 换他进攻仅仅一个平面 直接团灭了三个勇者 他嚣张地表示就这实力也就只配做个仆人 男主一看他们都被打趴下了 赶紧喝下回复药水释放盾之牢笼 但下一秒盾就被他打破了 面对小雅和菲洛的组合剂依然很轻松 男主趁机释放出三条毒蛇 但这种毒对他就是小菜一碟 菲洛再次冲了上去 一瞬间踢了八次还真是精彩啊 小雅准备从背后偷袭格拉斯 却被他轻易挡下 自己的剑也被格拉斯斩断 看到格拉斯准备释放技能 男主赶紧释放盾之牢笼 勉强接下技能护住了他们 看到男主能够接下自己的招式 格拉斯就想见识下刚才的火焰盾牌 自知不敌的他争得小雅同意后 男主再次使出了愤怒之盾 黑化后的菲洛率先冲了上去 依旧是被格拉斯轻松格挡 一个千年杀就把菲洛打到船尾 男主冲上去对他使用诅咒之火 但这种程度的火焰对他而言很凉爽 他把铁扇合在一起成了个十字光剑 光剑穿过男主的盾击碎了龙甲 格拉斯没想到男主竟然能挡住这招 有些兴奋的他让男主使出他的王牌 既然如此男主就再次使出盾之牢笼 刚才还能秒杀是浑浑瘦的揪击大招 现在连困住格拉斯一秒都不行了 束手无策的男主此刻去慌了神 可这时候海盗船突然下降倾斜 格拉斯莫名其妙地说时间到了 就在他准备终结掉男主时 小雅释放出光系魔法 闪了一下他的眼睛 男主则利用这个短暂的机会 骑着菲洛落荒而逃 这样一来 拉开距离的远程攻击 已经无法对他造成威胁 眼看已经无法再打中男主 格拉斯决定这次先放过男主 随着他飞回到天空上的次元洞 这次浪潮战斗也随之结束了 被迫逃跑的男主 却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 回到村子里男主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结束倒计时 而格拉斯为何要杀掉勇者们 浪潮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越来越多的谜题涌现 让男主不得不尽快提升实力 看来得赶紧帮小雅和菲洛升街 这时有个骑士走了过来 让男主去王宫做报告 没想到国王在看完全部战斗录像后 不光对他镇压浪潮没有丝毫感谢 竟然厚颜无耻地问他如何变强的 强硬地说到作为勇者 有义务告诉他这国王 看到国王还是这副丑恶的嘴脸 男主说你跪下来我就告诉你 国王被气得对他破口大骂 但现在的男主已经不是萌新了 也现在拥有的战斗力 让包围男主的骑士们 都不敢轻举妄动 不愿搭理他们的男主 选择转身离开 国王发誓要让他付出代价 竟然打起了小雅他们的主意 但这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还不等他动手 男主就直接警告国王 感动他们一根手指试试 他会让你血债血偿 让他后悔生而为人 走出王宫的男主 在楼道碰到一个人 他给了男主一些善意的忠告 并且让他小心三勇交汇的人 男主走后小梅来到国王面前 他听说了刚刚国王会见了男主 但最后是以双方决裂收场 小梅劝告国王何顿之勇者何解 可国王却拍着桌子说不可能 他不明白国王为何如此针对顿勇 就在国王要说出原因的时候 绿茶却走了出来指责小梅 说国王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国民 女王不再识国王的话就是命令 就算她是王女也不能顶撞国王 但小梅可不是个软柿子 她直接回怼自己和父亲和母亲一样 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忧 因为这正是将要继承王位之人的职责 绿茶被气得咬牙切齿 男主再次回到武器店 老板听说男主要去升街后 拿出地图建议他去西德府里登 还给他准备了图中可能需要的东西 比如男主的是个盾的装饰品 给小雅的是以前用的同款大剑 还有一把是看不见的魔力剑 万一飞落发生意外不能拉车了 可以用上他送的利拔山西手套 就在他们中途休息的时候 小梅带着骑士追了上来 他想让男主回去和国王再谈一次 希望他主动给国王道歉和解 男主当然不会答应这种无理要求 两边都劝不动这让小梅很抓狂 而他之所以想让盾涌向国王道歉 只是因为不想国王被女王责骂 这一家果然都是一个德行 突然他看到小梅身后的骑士拿着水晶球 这让他有了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没错是有人陷害他的感觉 骑士竟然拿剑砍向小梅 幸好男主及时就吓了他 这是一场毫无演技可言的表演 御查为了王位不惜残害亲妹妹 甚至诬陷顿勇要绑架杀害王女 男主莫名其妙地成了顿之恶魔 骑士们冲上来和小雅他们战斗 后面则留了两个人指挥和录像 看着素材录得差不多了 满脸欣慰的指挥手下撤退 看着完全没有演技撤退的骑士 男主也放弃了追击 而三永交会的人把记录的画面 修改成顿勇要挟持小梅的样子 随后这段画面开始在全国播放 在这场阴谋的陷害下 男主成了个杀人如麻 挟持公主的顿之恶魔 所有关卡都贴上了他们的通令 声名狼藉的男主只能逃离这里 被迫躲在了深山老林之中 回想白天他们抓到的骑士 那嘴巴是又臭又硬 死活不说为何要刺杀小梅 只在他身上搜到了三永交的标志 三永交既然是这个国家的国教 那这事情肯定和国王脱不了关系 但小梅依旧认为这不是国王做的 肯定是自己的绿茶姐姐要谋害他 男主却说袭击他的可是国王亲卫 他要没有一点关系肯定不可能 就算这样他也不愿相信是国王做的 还在劝说男主回去和国王和解 因为这样他根本没脸去见母亲 男主此时决定离开这个国家 小梅却心存幻想回到王都 但男主却告诉他残酷的现实 现在他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如今只有跟着他才能保你性命 第二天 他们藏好了飞落的马车 开始了翻山越岭的逃亡之路 与此同时 骑士发现了他们之前停留过的地方 开始派遣大批骑士上山搜查 男主找到了个休息的地方 让他们全都进去稍微休息一下 小雅问他为何改去西德维鲁特 男主表示他们不方便去的国家 才是适合他们避难的地方 小梅问男主和国王之间发生了什么 男主把这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小梅不敢相信国王会违背母亲命令 男主没想到女王的权力比国王还大 小梅说这里是个女王世袭的国家 也就是说现在的国王是个入坠的 没想到一个道插门居然如此气壮 这时山下树林的鸟类被惊扰到了 男主赶紧带着他们逃跑 但这山上到处都是追兵 就在男主发现敌人 准备掉头往回走时 小梅不小心脚底踩空了 虽然幸好被男主拉住手 但他们也被追兵发现了 慌不择路的他们 最后被堵在了悬崖边 塞庸者将他们团团包围 并且让男主主动释放小梅 男主解释自己从来没有抓他和来放人一说 小梅也说他是自愿跟着男主的 这一切的背后有个巨大的阴谋 是他请求顿之勇者来保护他的 还呼吁大家停止内斗共同抵御浪潮 绿茶却说顿之恶魔有洗脑之盾 有着通过交流洗脑对方的能力 他的妹妹已经被顿勇完全洗脑了 没想到这种小孩子都不信的谎言 三位白痴勇者竟然深信不疑 剑勇让男主先把小梅交给他 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加害他 绿茶无耻地说让他保护小梅 但从小一块长大的小梅 早已看出绿茶的邪恶用心 如今只能拜托男主救救他 男主拒绝了剑勇的提议 打断了继续装好人的绿茶的表演 直言他要杀掉自己的亲妹妹 不就是想要得到第一继承权吗 表面上说要解除洗脑 暗地杀掉第二亡女 这就是他的阴谋论计 趁着这群人还在震惊的时候 男主骑上飞落准备再次逃亡 就在他们要飞下悬崖时 枪勇丢出个锁链住了飞落的脚 男主他们全都从天上掉了下来 这次他要让男主他们命丧此地 枪勇此时则趁机抱住了飞落 他脚上的锁会让他保持人形态 小梅用魔法打中枪勇背后的树 警告他再不放开飞落下个就是你 男主挡住突然出现的火球 原来是绿茶想趁机杀掉小梅 剑勇和公勇看出来他是下死手了 劝告绿茶赶紧住手 但绿茶根本不听 继续用魔法攻击小梅 表示无法解开洗脑的话就只能杀掉了 小雅这时让男主拖住一段时间 于是男主再次开启了愤怒之盾 飞落看着再次上前的花痴枪勇 摸到了老板送的强力手套 绿茶带着几个教徒和弓箭手攻击男主 就在男主忙着对付飞来的剑时 天上却出现了个巨大的火球 原来这才是绿茶的杀招 绿茶还没来得及得意 小雅的魔法剑直接贯穿了绿茶身体 天上的火球也随之消散 飞落也一拳打飞了花痴枪勇 骑士们想要拿下盾之恶魔 男主赶紧释放出诅咒之火 直接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路 然后他把三永娇的标志丢给剑勇 让他好好查查背后的阴谋是啥 众人到达安全的地方后 男主帮飞落解开了脚铐 就在这时 女王的情报部队影子突然出现 他希望男主能够去见女王 说完话就消失了 但是女王却在相反的方向 男主就想问问小雅的意见 可小雅突然开始耍起脾气 表示我都叫你男主老公了 你还不赶紧叫我梅尔蒂老婆 男主十分无奈 他为了逼出男主进放火烧山 还让士兵四处说是顿勇放了火 顿勇莫名其妙地又背了个黑锅 还好男主他们早就逃出了森林 这场大火也整整烧了一夜 国境县的检查站已经关闭 想去西德威鲁特应该不可能了 城里骑士们拿着画像到处盘问 没有办法去亚人国度 就只能去见女王了 在去见女王的途中经过个领地 小雅说这里有他熟悉的贵族 说不定能够帮助到我们 因为他是属于亲近亚人的一方 所以才被国王发配到边境城市 男主表示怀疑 这个所谓的贵族到底能不能信啊 刚说完贵族就出现在他们身后 他就是这个地方的领主莱西诺特 这说话不方便就带他们到了府邸 领主告诉他们绿茶放出消息 顿之恶魔为了逃跑放火烧山 这绿茶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领主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男主让飞洛暂时先别吃 因为他还不能完全信任领主 领主拿起食物吃了一口 让男主放心食物没毒 小梅很生气男主怀疑他的朋友 男主告诉他休息一晚明天就走 小梅虽然很可惜不能多休息会 但还是乖乖地听从男主的决定 几个人愉快地饱餐一顿后 到了领主安排的房间休息 男主依旧保持高度的警惕 小梅劝他要不先休息一下 男主却说还没脱离危险不能放松 可当小雅说换他监视让男主休息 男主竟然欣然接受啊 果然还是从小培养的老婆香 飞洛这时拉着小梅去玩探险游戏 两个小萝莉坐在花园里谈心 小梅说遇到男主后自己变得非常任性 他会不会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但飞洛却很喜欢现在的小梅 安慰他说主人也一定会喜欢他的 另一边 国王听说小梅被抓大发雷霆 绿茶虚伪地说一定会救出小梅 到了深夜的时候男主起来换岗 小梅却表示自己还不困 他不知道这样逃亡下去真的好吗 自己身为王女如今却什么都做不了 男主让小梅不要想太多 赶紧去休息一下 将来肯定有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很久没做噩梦的小雅 在看到白天的亚人奴隶后 心深处的悲惨记忆 一大早被噩梦惊醒的他 从男主那听到了个不好的消息 一群骑士抓走了这的领主 原来是隔壁镇的贵族带兵来了 还派人闯进城堡搜捕 幸好女仆把他们藏在了厨房里 就在士兵准备抓走女仆盘问时 小梅这时站了出来让他们挺少 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躲起来的小雅开始咬牙切齿 男主赶紧按住了要发飙的小雅 此人是以前和国王出征的贵族 他问小梅盾之恶魔藏在何处 小梅告诉他盾勇已经离开了 并且让贵族带着他返回王都 他要帮盾之勇者洗清罪名 但贵族却假意让他回府邸做准备 看到小梅为救大家被带走 男主劝住了准备冲出去的小雅 出来后却发现飞洛不见了 男主只好用奴隶符文的力量 找到飞洛后才明白了一切 原来小梅说要和他玩猫猫 让他躲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听说小梅被抓走后 飞洛立刻就要去救小梅 盾勇当然不会被信契意抛下小梅 看着月光下那座熟悉的城堡 小雅回想起被关押在这的日子 察觉不对的男主让他留在这里 但现在的小雅已经敢于面对过去 男主骑着飞洛潜入了府邸 一路上小雅见人就打 飞洛则用风魔法吹走追兵 熟悉的场景让小雅再次陷入回忆 男主安慰他现在救小梅要紧 随后用毒蛇咬伤了一个骑士 用解药逼问他小梅的下落 另一边贵族还在问小梅盾勇在哪 眼看小梅还是什么都不说 就在他面前对领主言行逼供 小梅不敢相信他会如此残暴 居然还想对他这个王女施暴 这才发现他是三永娇的信徒 邪恶的他把小梅逼到了角落 就在贵族要对小梅下手之时 这时飞洛撞开墙壁冲了进来 贵族眼看不对就挟持了小梅 关键时刻男主出现了 一下子就击飞了贵族 不死心的贵族却抽出了皮鞭 小雅黑着个脸 不可一世的贵族开始求饶了 小雅哭着质问贵族 之前他是怎么对待的向他求饶的亚人的 时间回到以前 这是一个信奉顿勇的亚人村庄 小雅和闺蜜正聊着恋爱话题 闺蜜说他未来想嫁给顿之勇者 可就在他们憧憬的时候 天空突然变成了星红 亚人旗帜在狂风下摇摇欲坠 第一次浪潮出现了 小雅也在这天失去了父母 但他记住了父母说的话 就算在痛苦也要笑着面对 小雅满怀希望地鼓励大家重建家园 和小伙伴一起升起了和平的亚人气 可就在他们重建家园畅想未来时 本以为迎来了援助他们的人类士兵 结果发现是一群更可怕的恶魔 他们把所有的亚人全都抓了起来 关押在了贵族府邸的地下牢房 无论贵族怎么打骂折磨 小雅始终面带微笑 这让贵族觉得非常无聊 结果小雅的闺蜜就惨了 他被贵族打得奄奄一息 就算是这样残酷的生活 他们始终相信顿勇会来救他们的 可贵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 他跟小雅说想再看一次亚人旗帜 因为那是允许亚人建造居住的证明 小雅为他做了一面简易的小旗 贵蜜握在手里十分开心 也许是因为打小雅太无趣了 贵族就把他卖给了奴隶商人 从那之后小雅就忘了如何微笑 眼睛里也变得没有了光 直到小雅遇见了男主 男主给了他从没有过的温暖 让他再次相信了光的存在 时间回到现在 当小雅拿剑指着贵族的那一刻 他才想起曾经被他抓来的亚人 小雅永远忘不了他犯下的暴行 贵族赶紧跪在了小雅面前 开始祈求小雅饶他一条狗命 就在小雅举起见要报仇时 男主却打断了他 表示杀了他你就能和过去做个了结吗 你现在杀了他就是白白便宜了他 小雅决定让他背负罪恶狗活下去 但他却高估了这种垃圾的良心 听到亚人对自己说叫 贵族突然出手偷袭小雅 他一把捏住小雅的伤口 小雅被打得猝不及防 躲开贵族的攻击后 小雅拔出魔法剑 剑刺中了贵族的胸膛 贵族一脚踢开小雅 不小心踩在了皮边上 直接滑倒撞破了窗户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男主上前安慰小雅 他这叫罪有应得 莱西诺特也被放了出来 小雅赶紧使用治愈魔法帮他治疗 他们找到了关押奴隶的地下室 贵族正是在这拷打亚人奴隶 而小雅曾经就被关在这里 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刑具 可想而知当初小雅有多惨 男主看看小雅心疼极了 这时小梅发现还有幸存者 还有小雅小时候的玩伴吉尔 因为小雅现在已经长大 吉尔已经认不出他了 小雅告诉他只有两人知道的事情 吉尔这才相信眼前的大姐姐是小雅 小雅说顿勇大人真的来救我们了 看着顿勇帮自己疗伤吉尔很高兴 表示要是利法纳还在一定会很高兴吧 可如今他再也看不到了 这个世界到底还有多少黑暗的地方 因为亚人是崇尚顿勇的种族 所以被人类当作奴隶一样驱使 每天都要忍受这些垃圾的毒打 而这种事情全国各地都有 只有顿之勇者才会关心保护亚人 小梅这才想明白母亲为何让她回王都 劝告那个歧视他人的入赘国王 但是小雅却在一旁自责 觉得是自己没有没有保护好大家 吉尔却说他已经做到了 如果不是他大家早死了 是小雅的笑容让大家坚持了下来 但小雅却说他已经无法微笑了 因为他失手杀了人 所以没有资格再待在男主身边 男主告诉他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如果自己没遇到你的话 那他也不会相信任何人 早就从这个世界逃走了 为了不再有人经历这种遭遇 男主需要小雅和他并肩作战 小雅包好了闺蜜的白骨 之后带着救出的孩子走出地下室 他们刚走出地面就看到天空电闪雷鸣 原来是贵族并没有死 他跪在一块石碑面前坐着祈祷 而这块石碑是过去永整的封印魔物的 贵族现在是在解开这个封印 释放出被封印着的魔物 他本以为能控制霸王龙为所欲为 彻底解决男主等人 结果霸王龙一脚就把他踩没了 没想到在异界还能看到霸王龙 男主顿时就吓傻了 感觉不妙的他们赶紧撤退 但霸王龙的红颜早就盯上了他们 他们刚找到个角落休息一下 霸王龙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本来就讨厌龙族的飞落 又不听劝告直接冲了上去 可因为这里是城镇的正中心 男主不能直接在这和他战斗 就决定把他先引到城外 但是要怎么把霸王龙引开 小梅这时发现了问题所在 飞落和霸王龙的肚子都泛着紫光 也就是说他追着的其实是飞落 男主立马想到了个主意 但是这群孩子们要怎么办 莱西诺特表示他会照顾好孩子们 吉尔也让他放心跟着顿勇去战斗 小雅把手给了吉尔 向他保证还会再相见的 然后骑着飞落向城外跑去 霸王龙也开始紧随气候 男主让飞落走最快的路出城 这样就能降低对城市的破坏 飞落直接越过了城墙 霸王龙也撞破城墙追了出来 穿过城外的一片树林 他们来到了一个湖泊旁 这里应该够远了 男主等人摆开阵势 准备来个背水一战 可灵气顿只能给他来个急杀 没几秒就当场破碎 都知道霸王龙咬合力惊人 其实他的身体也非常的肉 释放魔法那就是给他洗脸 拿剑砍他也相当于挠痒痒 这种庞然大物实在太肉了 男主和飞落打出组合剂 也对他没有任何效果 霸王龙不过是踩了踩脚 地面上就开始飞沙走石 一个神龙摆尾就把男主甩飞 男主一看这样下去都得凉凉 没办法的盾勇只能决定黑化 突然有个声音制止他这样做 小梅这时发现了不对劲 在他们的周围飘散起了迷雾 一群飞落鸟从森林中跑了出来 按照整齐的队形将霸王龙围了起来 霸王龙一看这阵势 立马掉转头严阵以待 而男主依旧无法启动愤怒之盾 突然湖面开始泛起波澜 在湖中央出现了个巨大漩涡 一个大水柱喷涌而出 一只巨大的飞落鸟跳了出来 男主又被吓傻了 当巨大的身影落下 烟雾散尽露出真面目 小梅发现是飞落鸟女王 人家女王内叫一个霸气 根本没把霸王龙当一回事 不服气的霸王龙直接冲了上来 结果被女王一脚给踢得后退百米 霸王龙趁机吐出龙溪 女王轻轻一台翅膀就挡住了龙溪 随后取出了霸王龙的魔盒 为了方便交谈女王化为人形 又是一个可爱的天使罗莉 女王的名字叫做菲托利亚 这是上统帅菲洛鸟的女王 是以前的盾之勇者培养的 菲洛问以后她也会长这么大吗 男主调侃你要是也这么大 她可养不起 女主邀请他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 男主表示走之前要搜集龙的素材 女王感受到了男主盾上的不祥之气 她希望男主最好不要去碰诅咒之力 但对于现在的男主来说 愤怒之顿是她活下去的重要保障 男主吸收完龙的素材后 就跟着女王坐上了马车 只见一道金光闪烁 他们就被传送到了菲洛鸟的圣语 据说这是最初勇者守护的国家旧址 这时菲洛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女王让他们先暂时吃饭休息 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合作下 男主嫁起锅做好了龙肉 但是在一群菲洛鸟的目光下 小梅他们有点难以吓咽啊 这么可爱的菲洛鸟眼巴巴地看着 男主实在是不忍心 只好再次架起大锅帮他们做饭 可与此同时他心里也十分纳闷 明明自己是他们请来的客人 怎么还帮他们做起饭来了 女王找到男主说自己有话要说 他想知道为什么封印的魔物会被放出来 男主也很不知原因 他还以为是女王知道他出现才来救他们的呢 可女王却说自己是为了 菲洛女王后补菲洛去的 只是顺手救了他们而已 因为是顿之勇者培养的缘故 所以菲洛和别的同类成长方式不同 女王了解四勇者的事情后非常生气 不管亚人和人类间斗争如何 也不能允许勇者之间的内讧 四勇者本该是每个国家召唤一个 可这样一来 其他国家没有勇者很难抵御浪潮 没有勇者的话就保护不了世界 虽然现在的他比你们要强很多 但是总有一天他也会无能为力 女王一听四勇者永远不会和解 决定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既然勇者之间要斗争的话 那么为了世界着想 他会杀掉四圣勇者 而另一边的剑勇和公勇 带着男主给的标志来到教堂 发现三勇教确实隐瞒了什么 于是就开始在秘密基地里寻找线索 但在他们看不见的暗处 绿茶却觉得他们很碍事 第二天一早男主在做早饭时 想到女王说要杀掉四勇者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可就在一群人吃早饭的时候 女王对小梅释放出监牢魔法 她准备把小梅当作人质 以此来要挟男主和三勇和解 可男主坚决不会同意这个荒唐的建议 见状 女王表示既然现在的四勇者相互斗争 为了能够召唤新的四勇勇者 只有把现在的勇者全都杀了 可即使这样男主也没打算妥协 也摆好正式召唤出愤怒之盾 可女王直接把他的技能尽了 看男主的态度如此强硬 女王就提出了另一个条件 只要男主一行人能够证明 凭他们也能独自对抗浪潮 他就可以让步 随后他指定飞落和自己单挑 如果飞落赢了就放了小梅 要杀勇者这事也会暂缓执行 他要求飞落必须用人形战斗 飞落虽然不明白还是答应了 女王在周围步了个魔法结界 飞落率先冲上去来了个飞踢 只可惜踢天了 女王随手就把他甩到天上 一个手刀就把他劈倒在地 看着在场上横冲直撞的飞落 男主决定来个场外指导 表示近战打不过你用魔法呀 落赶紧释放出风魔法 可是人家女王也会魔法 一个净化魔法轻松反制 趁着飞落还没反应过来 一招就把他打飞到墙上 男主本想趁机救下小梅 结果被女王发现抬手一击 直接把男主给打吐了血 而飞落也被女王一巴掌扇飞在地上 嘲讽他这么弱根本帮不了盾勇 光会喊口号做不了盾勇的力量 飞落已经没了力气魔力也耗尽 但女王却能吸收空气中的魔力 这时男主告诉飞落要保持冷静 仔细观察对方的动作 他相信飞落也可以做到的 这番鼓励让女主想起了前主人 受到鼓励的飞落开始释放大招 再次跃起挥舞双拳冲了上去 手套上幻化出利刃对上能量盾 盾勇很欣慰飞落刚才的表现 看到不服输的飞落还要战斗 女王却露出了微笑 飞落的实力得到了她的认可 原来刚才是对飞落的试炼 紧接着她拿出来一顶王冠 这就是女王继承人的证明 女王给飞落戴上了王冠 落正式成了下一任女王 然而悲剧发生了 王冠变成了呆毛 飞落不喜欢直接拔掉了呆毛 可下一秒呆毛又自己长了出来 女王告诉她呆毛是拔不掉的 随着成长以后呆毛还会变多 接着女王就帮男主治好了伤 然后拔了一根呆毛给她的盾吸收 盾就解锁了所有落鸟相关的盾 只要满足条件随时都可以用 小梅因为被利用了觉得很委屈 女王表示可以答应她一个要求 接下来就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体型庞大的飞落鸟女王载着小梅到处飞 晚上 飞落鸟为了庆祝新的女王诞生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但是愉快的庆祝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老婆们全都睡着之后 男主和女王继续白天的谈话 听男主解释完和三勇间的关系后 女王还是希望男主能跟他们和解 并表示等他把他们带出这里的时候 会把他们放到离三勇者最近的地方 之后的事情他就不会再继续插手了 到时候就要靠男主自己妥善处理和他们的关系 随后女王认真的叮嘱男主 四圣勇者就算是缺少一个人 抵御浪潮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为了世界不如杀了四勇者重新召唤 因为根据女王的记忆得知 抵御最后的浪潮会有两种选择 为了世界而战会牺牲许多的生命 为众人而战勇者就要一路拼金斩棘 虽然女王现在忘记了很多事情 但她记得以前的勇者希望 现在的勇者为了众人而战 但现在只有盾勇一人难以取胜 男主问女王为什么不找其他勇者 女王觉得盾勇比其他勇者更好 能培养出飞落的盾勇一定是好人 以后的浪潮只会越来越艰难 男主就更加需要愤怒之盾的力量了 女王帮男主升级了铠甲的属性 可以抑制诅咒之力的侵蚀 但还是劝告男主尽量少用 男主夸了一句女王很温柔 又让他想起了曾经的主人 于是他含情默默地看着男主 丝毫没听男主说了什么 直接枕在了顿勇的大腿上 借机告白曾经的主人 画面一转 女王将他们传送出了圣语 还送了飞落一辆简陋的马车 嘱咐男主一定要照顾好飞落 别忘了约定好的和其他勇者和解 飞落又可以愉快地拉马车了 他们来到了重兵把守的国境线 为了避免冲突本打算绕过这里 但是绕过这里多花好几天时间 此时男主想起来和女王的约定 决定不绕路直接从这里过 要是剑勇和龚勇在的话 就请求他们放自己过去 要是不行就强行冲过去 可还没等男主他们到跟前 士兵就吹响号角召集人手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锯头 守门的偏偏是他最不想见的枪勇 没办法就只能硬着头皮过去了 男主表示没有和他战斗的打算 只要枪勇放他们过去就行了 结果这货又莫名其妙的 对男主痛下杀手 说他是个无脑的智障一点都没错 别人话都还没说完就开始动手 到现在还相信洗脑之盾这种鬼话 不给男主解释的机会再次出手 还标榜自己是个正义的使者 使命是消灭邪恶的盾之恶魔 救出被男主奴役的小萝莉 接着就对男主是放揪极大招 男主极为轻松地挡下了攻击 却很疑惑枪勇为何如此生气 对莫名其妙的话 而且还越说越生气 再次对男主出了手 至于枪勇为何对盾涌起了杀星 是因为他要为剑勇和攻勇报仇 这绝对是男主最无语的一次 枪勇误以为他杀害了剑勇和攻勇 但枪勇根本就没见过两人的尸体 就在男主解释没有杀其他勇者时 绿茶这个脚屎棍又出来扰乱视听 表示就是男主释放魔物趁机杀了勇者们 枪勇这货还不知道被人当枪什么 就在男主怀疑是绿茶杀了勇者时 绿茶用魔法筑起了一座雷电牢笼 打算这次把盾涌给一网打尽 男主还在努力劝说枪勇冷静 但现在枪勇就是绿茶的提线木偶 没办法 那就只有打一架了 可因为两人现在等级相差太大 盾之牢笼已经困不住枪勇了 一旁的菲洛刚准备出击 绿茶就开始吟唱魔法咒语 眼看对方释放终极的火雨 小梅赶紧释放反终极火雨 这时菲洛冲了上去 准备爆打枪之勇者 对方法师使用魔法之源 菲洛则变成了人形 手中幻化成利爪 打得枪勇毫无还手之力 眼看自己的攻击都被盾涌接了下来 就联合绿茶他们使出了组合剂 爆炎裂空枪 男主的脸也被划破了个伤口 对方的法师又准备偷袭 好在小梅用魔法中和了攻击 这时男主也悟出了自己的组合剂 小雅和男主解锁出了隐移之盾 突然出现的灵气盾变成了是混沌 当咬住枪勇的盾回到男主手中时 他知道的技能效果是西兰 没有技能的枪勇只好近身格斗 但是菲洛早已经在这攻后多时 又一脚让他当了回碎弹勇者 绿茶也再次被隐身的小雅砍倒 这时菲洛和小梅使出合体积台风 直接把枪勇他们吹到了天上 枪勇十分不解明明没有升阶还能如此强大 难道这就是洗脑之盾的力量 就在枪勇标榜自己是正义化身时 小雅却发现周围士兵全都消失了 就在男主想怎么说服枪勇时 菲洛却突然变身 把枪勇等人聚在了一起 然后让男主赶紧使用愤怒之盾 看到是洛焦急地催促自己 男主当机立断再次黑化 然后用监牢之盾护住大家 这时菲洛说还不够上面也要 男主又在外面加了两个灵气盾 就在大家疑惑防御什么时 一股庞大的能量从天而降 不管是坚固的城墙 还是双层的灵气盾 都顶不住这波冲击 甚至监牢之盾都被打碎 好在男主凭借愤怒之盾 勉强挡住了剩余的能量 当能量耗尽烟雾消散 地面就像是被核弹轰炸过一样 好在大家在他的保护下都没事 这时地面出现了一个身影 表示居然被神的制裁打中都没事 不愧是打不死的顿之恶魔 原来幕后黑手是三永娇的教皇 他这次来是要净化不懂得感恩 还要迷惑煽动这个国家的恶魔 就算是绿茶和枪勇因此而丧命 教皇也早就想好了一套说辞 就说是被顿之恶魔杀害了 反正到时候也已经是死无对证 另外代替王族统治的机构也准备好了 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教会的王族 至于勇者们完全就是个灾害 枪勇释放了封印的魔物种子 剑勇更是让瘟疫蔓延 工勇也没体现出他的价值 这种貌视神明的勇者都是假冒的 而至于剑勇他们更是十分愚蠢 调查不该调查的事情 所以神才降下了制裁 枪勇这才明白人不是男主杀的 这时手下递给教皇一把大宝剑 他要用它来净化所有的勇者 这是一把传说中四圣器的仿制品 能够随意变化成各种勇者的武器 还能释放出同等技能的究极武器 随手一击就拥有着强大的破坏力 唯一缺点是需要消耗庞大的魔力 教皇拿出了自己的大宝剑 准备净化眼前的枪勇和盾之恶魔 男主冲上去用盾拼命抵挡 但他以为的全力一击 只不过是对方的热身 接着他手里的剑变成了一把长枪 小梅马上脸色大变 因为他认出了此物 以前有人仿制出了四圣武器 可以随意改变形态 听说几百年前就遗失了 没想到一直被三勇交给藏着 既然有这种武器干嘛还召唤勇者 想要使用这件武器的代价很大 需要庞大的魔力才能发挥出威力 所以教皇才会带这么多的教徒来 接下来他和盾之恶魔间的战斗 所需要的能量都有信徒们提供 男主问小梅能不能干扰信徒们 可小梅根本做不到大规模干扰 不服气的枪勇这时站了出来 生气地说道 居然敢骗我枪之勇者 居然还大言不惭要灭勇者 今天他就要让他们尝尝碎弹的滋味 但他释放出的技能 被教皇的屏障挡了下来 不突破这层屏障就伤不到教皇 男主劝他动动脑子不要单打不动 结果枪勇这货又开始尝试组合技 自信满满的他以为能够结束战斗 可依旧没能对教皇造成伤害 枪勇却还在垂死挣扎 以为可以在空中偷袭到对方 但人家教皇早就做好了防御 拥有究极武器的教皇到底有多强 他不过是拿着圣枪轻轻一挥 男主他们就被火焰包围 要是全力一击估计男主都防不住 就在教皇准备给他们全力一击时 远处飞来了剑勇和攻勇的技能 直接破开了教皇的防御 猝不及防的攻击让他很恼火 本以为死亡的剑勇和攻勇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所有人都是既惊讶又兴奋 本以为多了两个勇者 战局会有所改变 可零散的攻击依旧毫无作用 枪勇问两人到底是咋回事 原来他们根据男主的线索 发现了三勇教的秘密 找到了他们藏匿仿制武器的地方 没想到这是三勇教布置的假情报 结果就在他们要被三勇教灭口时 被女王的直属部队影子所救 他们终于明白男主是被冤枉的 剑勇和攻勇再次展开攻击 攻勇释放大招破开了教皇的防御 剑勇趁机攻击教皇 刚才的两下消耗完了教皇的魔力 这时剑勇说女王讨伐军就快到了 本以为能以此打乱对方的阵脚 但教皇很快就把信徒们安抚好了 既然说不通那就只有战斗 其他勇者决定一起合力抗敌 而男主却在一旁给老婆们布置战术 三勇者问男主为什么不一起战斗 男主说不依靠你们他也能活下去 枪勇站出来想要劝告男主 放下恩怨一起讨伐教皇 但男主不认为 三勇教能如此猎狂都是他们的错 先说一下这个没脑子的枪勇 是非不分就知道炮温柔香 被人当枪使了还帮人家数钱 其他勇者也说男主说的对 男主却说他们都是一丘之和 剑勇杀了巨龙不处理尸体 爆发意差点灭了整个村子 还有公勇就知道玩正义游戏 让留下来的人成了贫穷的难民 完全不懂合理的使用勇者之力 这是顿勇骂三勇骂的最爽的一次 就因为他们三个不动脑子到处浪 才让三勇教变得越来越气张 结果害得他到处给他们擦屁股 没想到枪勇开始指责其他的勇者 因为他们的自私给男主惹了不少麻烦 男主却说最添麻烦的是枪勇 不考虑后果就剥下被封印的种子 虽然盲自信任勇者的村民也有错 但他作为勇者完全没有一点觉悟 由于他们三个勇者随性的行动 导致了在浪潮的战斗中丢人现眼 本来只要几个人好好合作 对付是魂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三位勇者被男主骂得哑口无言 就在他准备再训几句的时候 教皇忍不住插嘴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原来教皇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魔力 男主又再次用盾挡下了攻击 可他再次重申 对于他来说三勇者和教皇没什么区别 都是为了一己私欲陷害他人的人渣 还打着正义的旗号盗用力量 最重要的都想夺走别人重要的东西 不过在打倒教皇之前他会和他们合作 当然不是因为他原谅了他们的荒唐 而是为了完成自己和女王的约定 这下四圣勇者终于站在了同一阵线 众人开始齐心协力对抗教皇 教皇对于三勇者竟然和男主联手十分愤怒 但既然如此他也只能将他们一起解决了 然后教皇释放高等防御魔法大圣堂 只见一道黑光飘到空中 接着像万花筒一样缓缓落下 在四圣勇者们的错愕下 变成了一座坚固的教堂 另一边一群女仆正在给女王穿戴铠甲 女王这次要带着讨伐军御驾轻征 而与此同时 为了应对教皇释放高级魔法大圣堂 四圣勇者也第一次联手抗敌 各种技能打向了教皇 小雅骑着飞落躲开了教皇的技能 高速移动踢开了教皇的防御 小雅则趁机近身攻击教皇 教皇虽然受了伤却一点不虚 因为靠着外面信徒输送的能量 让他任何伤害都能瞬间治愈 不信邪的男主骑上飞落 趁机与枪勇准备打拨配合 利用枪勇的攻击点燃了诅咒之盾 然后狠狠地打向了教皇 可诅咒却被教皇瞬间瓦解 因为诅咒在大圣堂内是无效的 这时教皇让信徒提供更多的祝福 手下提醒他有三成的人魔力耗尽 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可教皇却说能为了神训指示他们的荣耀 随着被吸干的信徒越来越多 小雅猜想接下来的大招非同小可 枪勇问男主的盾有什么办法吗 现在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这面盾了 突然男主的身体发生异样 回想起女王告诫他的话 让他小心诅咒之力 但眼前出现的巨大危机 让男主不得不停而走险 在安抚好大小老婆之后 男主再次选择黑化 被封印的独龙灵魂再次显现 独龙让他把一切都交给愤怒 诅咒之力不满全身化为龙甲 男主拼了命保持自己的理智 独龙却一直在蛊惑他 不断展示他曾经受过的屈辱 伴随着画面和游走的诅咒之力 开始诱惑男主释放所有的愤怒 这样他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充满力量的感觉会让人变得舒服 这股力量能让男主征服所有对手 在独龙的诱惑下男主陷入黑暗 拥有了燃尽万物的力量 全身冒着火光的他彻底进入了黑化 男主进入暴走状态成了顿之恶魔 愤怒的他决定燃尽这世上所有人 有了这股力量的他什么都不怕了 可这时的顿勇却停下了脚步 小雅呼喊的声音让他很厌烦 他一转身就看到了小飞落 老婆们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出现 接着他看到了和小雅的美好回忆 是他一直坚信自己还陪在他身边 而飞落更是他从出生一直养到大 是他给了飞落所有最喜欢的东西 小梅更是因为他的保护才活下来 不把他当王女看待让小梅很高兴 这些画面让男主逐渐恢复了理智 曾经的记忆不断在男主脑海里闪过 男主终于又恢复了正常 这次是三个老婆把他拉了回来 看着眼前伤痕累累的三人 男主感到十分自责 但老婆们却不怪男主 男主转过身请求三勇者协助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赢但值得一事 就在他们确定好作战计划时 教皇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能量 拿出大宝剑准备给顿勇致命一击 可他没想到男主竟然挡下了攻击 而他的信徒已经有不少人倒地了 四圣勇者也开始全力攻击 勾勇双剑出击远程骚扰 配合法师水魔法双重压制 密集的火力不给他任何喘息机会 小雅趁机冲上去近战攻击 教皇却嘲讽他们招式老套 突然见勇出现在了身后 直接中伤了教皇的胸膛 这时枪勇扔出灵气飞枪 直接破开了三层屏障 再次刺中了教皇 眼看计划成功男主直接冲了上去 愤怒的教皇使出技能凤凰刀刃 男主和飞落合力吞了他的技能 转化成了更为强大的火龙技能 当看到教皇被火龙击中 众人打算痛打落水斗时 教皇这祸竟然遇火重生了 之后教皇突然起身挡下了枪勇的技能 而且还把所有的技能都反弹了回来 没想到这个伪造的四圣器 竟然能使用独有的高级技能 就在大家准备防御教皇的攻击时 他却把剑射向了大圣堂的穹顶 原来这个才是他的大杀招 整座大教堂变成了个万花筒 所有人都陷入了幻象之中 来自不同方向的真假攻击 让众人只能无奈地被动防御 就在教皇再次瞄准男主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女王的魔法银唱声 女主施展出高级冰牢魔法 直接把教皇冻成了个冰雕 刚才的万花筒幻象也随之消失 男主赶紧抓住机会释放纠集大招 血之祭祀 没想到男主受到了大招的反噬 自己成了血之祭里的忌体 教皇嘲笑男主真是不自量力 直接用武器解开了冰封 打算给予男主最后一击 突然地面裂开缝隙 一个铁制的石人花将他吞噬 被咬住的教皇根本无法逃脱 在仿制的四圣器被咬断后 教皇就这样去见了他的神 石人花带着教皇掉入地下 他们才反应过来是赢了吗 看着大圣堂开始逐渐瓦解 眼前的信徒全都没了动力 女王一来就全部都投降了 可男主却因为失血过多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不管老婆们怎么呼喊都没有反应 男主和教皇战斗失去意识之后 被送到了皇室专属的治疗院 整整昏迷了三天他才醒过来 看到他醒来老婆们全都十分高兴 虽然伤口被女主用治愈魔法治好了 但诅咒的反噬还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痊愈 这让男主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女王听说他醒了立马打了过来 女王重新做了自我介绍 小雅向女王表示了感谢 女王表示这是理所应当的 男主问他 这个人为何都讨厌顿勇 很快女王就告诉了他答案 早在很久前四国就达成了协议 每个国家召唤一名勇者对抗浪潮 可国王自作主张把四勇者都召唤了过来 这件事也引起了各国的不满 他为了平息各国愤怒四处奔走 当然为了防止他们两个乱来 女王特意找了个信得过的领主来管事 但这位领主在第一次浪潮中去世了 国王因为某种原因而憎恨顿之勇者 加上绿茶的陷害和三勇交的利用 才让男主在这个国家蒙受不白之冤 女王保证自己一定替他洗脱冤屈 还顿之勇者一个清白 与此同时 为了感谢他击退浪潮灭三勇交 女王决定授予他最高的勋章和五百枚笔 可男主依旧面无表情没有丝毫高兴 于是女王表示要单独和男主谈谈 他看出男主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坦言如今的王国只能依靠顿勇了 男主却表示自己并不会留在这里 以后哪里有浪潮他就会去往哪里 女主并没有强留男主 他希望男主明天能来一趟王城 亲眼见证对国王和绿茶的审判 以此来洗清他受到的冤屈和耻辱 只是颤抖的双手出卖了女王 那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但是他们做错了事就要受到惩罚 小雅听说女王明天要还男主清白 高兴地握着男主的手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男主突然被噩梦惊醒 他在梦里看到审判的结果 并且亲眼目睹了绿茶和国王被斩首 国王依旧用憎恨的眼神看着他 男主整理好思绪又继续睡了 第二天男主带着飞洛和小雅来到王宫 碰到了刚来的其他勇者 四人寒暄几句就被大臣带到了大殿上 枪勇他们问国王和绿茶怎么不在 下一秒两人就带着枷锁出现 女王告诉他们这两个是罪人 现在他要审判婚庸的国王和公主 看着要审判自己的妻子国王很惊讶 不敢相信地表示 难道妻子也被遁之恶魔洗脑了吗 女王直接用魔法冻住了国王 表示遁之勇者可没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绿茶非常爱撒谎 为了审判的公正性 女王决定给女儿刻上奴隶符文 只要绿茶撒谎就会被符文反噬 他们犯的罪其实早已证据确凿 企图杀害四勇者的教皇已被诛杀 而国王和绿茶都与三勇教友勾结 绿茶当然不承认百般辩解 他立刻就遭到了符文反噬 女王继续问道 企图暗杀第一王位继承人小梅 还把罪名嫁祸给顿勇的人是不是他 这下国王都不敢相信大女儿 竟然为了夺权要杀死亲妹妹 而这件事建勇和公勇早就看出来了 女王继续审判国王 他竟然勾结三勇教趁自己不在的时候 同时召唤四勇者 国王表示这都是为了抵御浪潮啊 而且顿勇还侵犯了自己的女儿 枪勇也表示这事情他亲眼所见 女王问绿茶是不是真的被顿勇飞里了 即使遭受着反噬绿茶也坚称自己被侵犯了 可枪勇依旧不敢相信 女主就让他和绿茶签订奴隶契约 问问看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可谎言就是谎言不管谁去问 绿茶依旧逃脱不了符文惩罚 真相通过镜像水晶传遍全国 所有人都明白了顿勇是被冤枉了 只有曾经被顿伤害过的国王 依旧固执己见地认为 顿之勇者就是恶魔 看到完全不知道错的两人 女王宣布审判结果斩立绝 画面一转 曾经欺压男主的昏庸国王和绿茶 如今却跪在断头台上向他求饶 当女王宣布开始行刑之后 男主却在这时叫停了行刑 表示就这样死了也太便宜他们了 他们既然真心向自己以前欺压的人求饶 这么厚的脸皮连断头台都砍不断吧 看着男主夸张的表演 看台的人都笑了 可其实他是要换个方法保住这两人 于是男主就提议从今往后 将国王改名为垃圾 将第一王女改名为壁驰 并且要一辈子带着这个名字活下去 看着两人震惊的表情 男主表示 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你们就乖乖接受死刑吧 女王很快心领神会重新宣判 救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三永教也变成了平等的四圣教 处理完这一切男主就想离开 女王下来后看到男主要走 就想让他收下勋章和奖金 可是男主却拒绝了奖赏 作为勇者他会全力对付浪潮 不管是这个国家还是其他地方 看着头也不回的男主 小梅开始抱怨他真是薄情 女王却告诉他要不是男主阻止 他会用自己的命去换他们的命 等到男主走出主宫的时候 两边都是家道欢迎的居民 骑士更是送上了最高的敬意 老公谢谢你带我回到这里 谢谢你救了我父亲和姐姐 飞落把心爱的马车拉了回来 到了王都小雅把男主叫醒 然后走到了大教堂面前 三永教的标志换成了四圣教的 这下终于没人妨碍他们升阶了 因为现在看管龙克杀落的都是熟人 小雅和飞落两个人可以一起升阶了 男主在把选择权限转移给两人后 小雅和飞落很快就完成了升阶 但是两个老婆却并不开心 因为他们都无法选择喜欢的那个 之后就来到王宫找女主求助 听说某些特殊道具会对升阶产生影响 难道是飞落女王给了这根呆毛的缘故 结果女王在听到飞落女王时眼前一亮 小梅这时也说起飞落女王的身姿 还有她骑在女王头上的奇妙之旅 一向端庄的女王这回居然失态了 男主当场就惊呆了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 女王告诉她今晚要举行庆功宴会 话虽如此宴会不过是个名义 实际是有重要的事和四位勇者说 男主很抱歉没能按照他们想的升阶 他怕有一天自己走了他们要怎么办 这时女仆请男主去参加勇者会议 小雅和飞落则留在这参加庆祝宴会 飞落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小梅 小雅却因为男主刚才的话闷闷不乐 而男主这时正在跟其他勇者开会 突然小梅发现绿茶偷偷溜进了厨房 现在就剩下小雅和飞落在享受美食 一个骑士却把酒瓶摔在了小雅面前 侮辱小雅是亚人让酒都变得难喝了 还扬言这个世界除了公之勇者外 其他的什么别的勇者那都是垃圾 特别是顿之勇者这种丢人东西 小雅当然不允许任何人骂男主 直接拔剑让他尝尝苦头 绿茶趁着女仆出去看热闹的时候 想在食物里下毒却被小梅抓到了 而另一边 女王召开会议可勇者们却一言不发 男主想起了飞落女王对他的嘱托 只好自己主动开口打破局 女王为了对这次三勇交的事表示歉意 告诉他们近期有个岛屿将会活性化 每十年一次的奖励区域即将开启 在那里打怪获得的经验会成倍增长 可看着男主好像并不知道的样子 枪勇这回又开始嘲笑了男主一番 这时小梅过来告诉母亲 那个白痴姐姐做的荒唐事 死性不改的她又在食物里下毒 不过她已经受到了该有的惩罚 虽然是自己的女儿犯下了愚蠢的错误 但勇者间的斗争确实对升级造成了影响 女主提议他们互相敞开心扉交换情报 结果她总算是明白了顿勇的苦衷 因为这三个勇者根本没有一点长进 看他们没有自知之明 女王就说了 再这样下去再下次浪潮 除了顿勇以外的三位勇者将会失去性命 按照上次浪潮三打一都贵的情况看 很难保证三位能在下次浪潮中活下来 听完女王说的话三位勇者 全都盯上了目前最强的顿之勇者 希望知道她怎么获得开挂的顿呢 而外面三位勇者的同伴全都乱作一团打了起来 被按住的骑士还在辱骂顿勇士的垃圾 拉住小雅的人劝说她要冷静 另一边 男主还是决定和大家交换情报 他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全说出来 但是需要三勇者先说出各自的情报 于是三勇者只好说出了所知的情报 首先摸一下同系武器就能直接复制 让圣器吸收材料就能自动合成物品 传送技能可以任意飞到去过的地方 男主听完这些整个人都傻了 要是早知道他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可是随着三人说的情报越来越多 三位勇者又开始争吵了起来 就好像外面愈演愈烈的战斗一样 三人也开始有了要动手的打算 实在忍无可忍的男主拍而起 生气地表示和他们这群人真是没法聊下去 晚上回到房间 男主和小雅都很无奈 而飞洛早就和小梅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 女王说其他勇者已经先走了 男主告别女王后也出发了 离开之前他们去了武器店 男主打算试试复制系统有没有用 没想到很快就复制成功了 气得武器店老板直接骂娘 可这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 小雅和飞洛帮着男主洗劫了武器店 把武器店里所有的盾 全部都给复制了一点 男主也在前往港口的途中 成功升级强化了手中的各种盾牌 这时小雅让男主稍微绕一点路 他想回自己的故乡去看一看 小雅和吉尔一起埋葬了历法呢 随后小雅又祭拜了他的父母 男主看着落日下破败的村子 不知道自己能为这做些什么 突然有个红发男少年和他打招呼 在他身边还有个蓝发的美女 一起闲聊了几句他们就离开了 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小雅和村民们道别 突然他停下脚步问男主 是不是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小雅不敢想象没有男主的世界 男主向他们保证自己哪都不去 毕竟他可不放心把世界交给三个白痴勇士 他们很快来到了去活性化岛屿的港口 三个白痴勇者因为来得太早一直等着 男主来到船上又见到了红发男少年 红发男和女孩率先做了自我介绍 可小雅好像听不懂女孩在说什么 女孩从武器中抽出能量放入喉咙 再做自我介绍小雅就能听得懂了 可当男主介绍自己叫眼骨上文时 红发男和女孩却大声地笑了起来 因为红发男根本就不相信他是顿勇 他认知李顿勇是个最大恶极之人 敲诈勒索 诱拐无恶不作的大恶魔 男主表示他已经习惯这种说法了 可红发男认为男主和恶魔完全不同 只当作他不想说真话报的假名字 红发男便打算邀请他一块组队升级 可还没等男主答复红发男 男主打算和其他勇者说一声 只要相信别人的系统就能使用他 可他没想到这三个家伙竟然运船 男主刚要跟他们说外挂系统的事 他们就开始犯恶心要吐 突然一条鱼重重地砸在枪勇身上 原来是会游泳的飞落抓上来的鱼 而这时红发男带着女孩来找男主 女孩想让男主帮他做一个手势 至于材料和加工费一定让他满意 看到材料是个极品宝石之后 男主答应了他帮忙制作手势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港口 和被从船上抬下来的三勇不同 平时晕车的小雅就很活蹦乱跳 因为以前四圣勇者经常来锻炼 所以这就成了观光的旅游圣地 因为常有冒险者来就定下规矩 不允许抢夺其他冒险者的猎物 而四圣勇者也在这留下了碑文 男主在获得里面的传承之后 直接把这个能力传给了飞落 这时红发男带着女孩找到男主 再次向男主发出了组队邀请 男主看他们挺能打的就答应了 不过组队之前他想先独自升级 活性化岛屿果然是个升级的好地方 随便打个萌王都能获得上百的经验 可这些怪太弱了 连热个身都算不上 慢慢地他们发现不加经验了 原来是其他三个猪队友来了 四个勇者挤在一起 当然没经验加成 看着像泼妇骂街一样的三人 男主可不打算陪他们浪费时间 直接坐船来到了新的小岛刷怪 三人合力击杀boss级怪物后 获得了巨额的经验 可随着三人等级的提升 他把boss材料放入到盾牌后 合成出了两把新的武器 两个老婆一人一把 有了新武器的三人就这样刷到了晚上 夜间的战斗也让他们收获颇风 就在小雅劝说男主回去休息时 一旁的草丛里却传来了动静 红发男和女孩从里面走了出来 原来红发男看他们一直没回去 担心他们安危才特意过来的 红发男看他们都平安无事 就飞拉着男主回去喝酒 看到有人担心自己的安危 男主嘴上不说内心却很高兴 第一次喝酒的小雅脸微微放红 龚勇的手下不小心撞到了小雅 喝醉的小雅当然不会放过他 于是两人来了一场公正的对决 小雅不会吹灰之力就打赢其事 这时男主发现了台上的红色果实 拿起一颗尝了尝味道还挺不错 微醺的枪勇看他吃了也想试试 没想到直接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原来这个是做酒用的果实 这一颗就得兑一大桶水才能喝 但男主直接当零食吃都没点事 没想到自己也有能好饮的时候 男主把做好的首饰给了女孩 女孩竟然感动地哭了 他没想到男主能做出如此完美的首饰 当场就给了男主一大袋子的金币 还让红发男也把全部的钱拿出来 没想到加工的首饰能赚这么多 就好心让他以后分期付款好了 组队后的他们来到新的小岛 男主问红发男等会要怎么安排 这是一群企鹅拦住他们去路 红发男直接冲了上去 这还需要什么战术 直接先打了再说 而女孩也开始对着宝石吟唱魔法 接着宝石燃起了蓝色的火焰 瞬间就秒掉了一只企鹅 众人平推了一波小怪之后 于是他们决定去狩猎企鹅的头目 在确定好了作战方案之后 男主直接冲上去开嘲讽吸引小怪 然后女孩释放宝石火焰解决小怪 只是男主伸出火焰却感觉不到热 不但没受到伤害诅咒还被治好了 紧接着众人合力击杀了怪物头目 回来后男主邀请红发男继续组队 难得邀请人的他却被委婉地拒绝 既然没人组队咱们明天就休息吧 第二天男主就带着他们到海边度假 飞落发现海底有座红色小岛 希望男主能跟他一块去看看 只是刚打算穿潜水服的男主 看到了大老婆那可爱的泳装 瞬间就愣住了 毫不吝啬地夸奖起来 随后 飞落带着他们潜入海底 来到了飞落说的红色小岛 落地后发现一扇大门 男主手碰到门盾就发出亮光 这扇大门就自动开了 走进去有个布满空气的平台 小雅释放照明魔法后他们才发现 在这种地方居然有龙克沙漏 而有这东西的地方就会有浪潮 突然盾朝着沙漏射出一道绿光 距离下一次浪潮来临 还有两天 男主利用传送技能回到了王都 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女王 女王迅速组织了一支海上部队 岛上的居民也都被安全转移了 而这次浪潮极有可能发生在海上 所以大家都在船上等待浪潮来临 能在短时间内集合这么多的兵力 女王果然比垃圾国王要靠谱多了 只是他没想到小梅竟然也跟来了 可看着直到现在 依旧没有意识到严重性的三勇者 让男主对于这次的战斗并不乐观 在发现红发男和女孩也参加战斗后 男主倒觉得安心了不少 毕竟他们比三勇者靠谱多了 但这时红发男的脸色并不太好 当龙克沙漏最后一粒沙子落下 新一轮的浪潮也正式降临 士兵将无数的木桶丢入海中 当木桶爆炸后男主才知道 这里面全是做酒用的浓缩果实 看到魔物被灌醉浮上海面后 士兵赶紧放箭解决魔物 这时一只巨型海怪游了过来 龚勇的攻击没有起到半点作用 反而让海怪潜入海底攻击战船 女王让顿勇去把海怪引出水面 于是男主就骑着飞落潜入水中 利用嘲讽技能吸引住海怪 眼看海怪上钩追过来之后 像钓鱼一样把他拉出了水面 等待已久的三勇趁机释放大招 可看似炫酷的技能没任何作用 海怪反手一击就炸掉了一艘船 这帮人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再来看看刚升级不久的小雅 用鱼叉打出的伤害都比他们高 只是打败海怪还缺少致命一击 就在士兵们抓紧时间消灭小怪时 越来越多的小怪开始爬上了战船 小梅释放魔法清理了一部分小怪 可是爬上船的小怪实在太多 小梅还没来得及施法就被小怪抓住 男主也在这时候被海怪攻击牵制 就在小梅快要被转入水中的时候 红发男及时出手救下了小梅 直接使出一招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男主请求红发男一起出手解决海怪 红发男想了一下就答应了下来 他让男主先下去把海怪引出水面 男主再次开启嘲讽技能 把海怪重新引出了水面 红发男一个平米就打掉海怪一半的血 紧接着飞落的飞梯打碎了海怪下额 最后红发男和女孩使出雷电和体系 成功击杀了这头巨型海怪 就在男主跑来感谢红发男时 那三个战斗没起多大作用的猪队友 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要来瓜分战利品 这样的弱姬也配当拯救世界的勇者 接着红发男随手一击就打倒了三勇者 他没想到男主居然是真的顿之勇者 可是为了他们的世界不得不战斗了 男主十分不解曾经的伙伴兵戎相见 红发男子这才解释 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勇者对付浪潮 因为他们其实是来自异世界的勇者 他们的世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为了平息霍乱才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不能输 于是两人就约定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女王看到这个情况下令讨伐红发男 不服气的三勇者刚起身反抗 下一秒就被打倒在地上 士兵发射的弓箭也被女孩给接住 女孩一边防御一边释放魔法攻击 密集的火雨对战船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可随后他又召唤了与浇灭了火焰 目的是为了让士兵不会妨碍到他们 他们的实力确实十分强悍 在全力对付男主的同时 还能分心接下小雅两人的全力一击 好在关键时刻男主挡住了攻击 反手用混沌吸收了他的魔力 让弓勇的伙伴带他前去支援 红发男再次冲上来攻击 男主虽然用盾挡了下来 身体却感觉到了疼痛 趁着小雅和红发男打斗时 女孩释放宝石技能 可火焰要碰到男主时就散开了 此时手镯里传来了一声弱弱的道歉 原来因为这件宝石手镯是男主制作的 所以宝石并不想和男主战斗 于是女孩换下了男主做的手镯 男主也趁机让小雅他们喝下药水 看来红发男的攻击能够无视防御力 因为他想和男主来一场真正的战斗 可男主对此丝毫不切 只要他及时避开的话 红毛男攻击就没用了 而且他的技能对灵气盾和第二面盾没用 已经有了应对策略的男主 这次没有让红发男占到便宜 甚至还用毒蛇咬住了红发男 小雅释放魔法抵消了女孩的攻击 在小雅的偷袭和飞落的攻击下 红发男现在有点应接不暇 最后在小雅和飞落的组合攻击下 露出了男主期待已久的破绽 被灵气盾挡住的他挨了小雅一剑 只是在女孩的宝石技能支援下 双方最后也不过是打了个平手 红发男由衷地佩服男主对盾的运用 男主也感慨两人间的配合很娴熟 这可比三个白痴勇者要强太多了 就在双方还在商业互吹的时候 一个让男主脸色大变的声音传来 最不想见到的神秘少女格拉斯登场 但更没想到的是他和红发男是一伙的 格拉斯跟男主打招呼后就释放技能 可这次的技能都被男主给挡了下来 格拉斯对此十分震惊 竟然不用全力就接下了他的攻击 甚至没开不祥之盾就打伤了红发男 看来男主现在便强大了不少啊 那么他更应该要亲自解决掉你了 而此时的浪潮完全没有要消退的迹象 但三勇者却全都晕倒了 这场战斗的希望完全在盾勇身上了 而格拉斯一上来就猛烈攻击 丝毫不给男主喘息的机会 可当男主将盾变换成是混沌时 格拉斯脸色大变向后退去 男主还没来得及多想联姻 对方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波攻击 而且还是两人组合使用的合体技 但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合体技 这次在男主面前却没了效果 看来有必要重新评估下男主的实力了 想到刚才格拉斯面对是混沌的反应 男主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要和格拉斯一对一单挑 红发男和女孩就交给小雅他们 格拉斯跟着男主到了船上 男主问他是不是也是异世界的勇者 格拉斯告诉他自己是异世界的眷属器扇子游 另一边的小雅对战红发男丝毫不落下风 男主发现格拉斯的攻势虽然很快 但是已经没有了一开始的气势 于是他在接下了对方的技能后 释放出双头犬骚扰对方 再趁机变换成是混沌释放技能 果然没猜错 格拉斯的弱点就是是混沌 这要是普通人最多也就是扣除SP值 可格拉斯就好像是被扣除生命值一样 男主劝告格拉斯还是尽快回到浪潮里比较好 可谁知格拉斯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打算 即使是被男主死死的克制只能使用普攻 他也要为了自己的世界拼死战斗下去 眼看着男主依旧没有对自己下死手 格拉斯都忍不住有些疑惑了 难道他不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才战斗的吗 毕竟如果不杀了自己这个世界可是会毁灭的 男主却直接呆住了 他不禁反问自己真的想保护这个世界吗 从他被召唤来就没感受到过什么温暖 所以他并没有格拉斯为了自己的世界 那种绝不认输是死如归的精神 就在格拉斯准备和男主决议死战之时 红发男丢给格拉斯一瓶恢复药水 喝过恢复药水的格拉斯 直接击退了还在迷茫的男主 幸好赶来的小雅挡住了他的继续前进 他不能再让这个世界的人 留下自己与立法内将一样的回忆了 小雅的话让男主明白了自己为谁而战 终于他开启了诅咒之盾 诅咒之火朝着格拉斯喷涌而出 女王看看不远处激烈的战斗 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上他们忙 突然他看到了抱着酒桶的公勇伙伴 想到了一个破敌制胜的办法 这时出现的浪潮结束倒计时 让格拉斯不听红发男他们的劝阻 决定使出最后的绝杀 于是男主再次使出了黑化之盾 因为他要在自己离开世界之前 用盾保护好还留在这的老婆们 这便是他使用黑化之盾的理由 就在男主献祭自己的关键时刻 绿发用风魔法把木桶吹到天上 明白过来的男主立刻打碎了桶 木桶里的酒都浇在了他的身上 格拉斯直接被灌醉了 而男主因为特殊的体制不会醉 红发男敢来说这次是男主胜利了 之后他就带着格拉斯返回了浪潮 浪潮刚结束 若鸡三涌就全醒了 这三个猪队游行的还真是时候 之后男主带着老婆们在岛上闲逛 本来他们打算离开这里回王国的 可因为岛周围不满风暴无法出海 所以他们只好留在岛上观光度假 只是在他们调完鱼回去的途中 男主想起了飞洛女王和他说的话 终有一天浪潮会发展到逼你做出选择 是选择牺牲自己还是牺牲另一个世界 因为小梅公务繁忙也没时间战斗 男主就觉得该要扩充新的后宫了 这时飞洛从海里捞出来个绿发女孩 她是龚勇的伙伴名叫利西亚 因为被冤枉弄坏了龚勇最爱的首饰 所以被打了出来想不开才跳了海 看来是因为她这次浪潮中立了功 被其他成员演红才会被栽赃陷害 这才让没脑子的龚勇给踢出队伍 于是翟新元后的男主开始安慰他 表示你可是在浪潮中救了我的人 光是凭借这份勇气你就能变得更强 所以过来做我的人吧 我会让你变得更强 于是男主的后宫又再多了一位成员 等到风暴过后大家开始启程返回王都 为了感谢顿之勇者这几次的精彩表现 女王就问男主想要什么样的奖赏 男主看着小雅想到了个不错的奖励 之后就带着利西亚到武器店升级装备 武器店老板对这个已经习以为常了 她一路看着男主的队伍不断扩大的 为了弥补上次洗劫店铺给老板造成的损失 男主决定这一次尽可能多地购买物品 随后男主带着小雅去领取女王的奖赏 却没有告诉她目的地在哪里 然而小雅闻到了海水的味道 她才发现居然来到了她的部乡 吉尔率先迎接小雅 而莱西诺特和小梅也在那里 这时小雅才知道女王给出的奖赏是什么 小梅当场宣布 男主从今以后就是亚人志趣的领主 这里之后就是顿勇的据点 新的渔船将帮助村庄迅速复兴 随后男主带着小雅来到教堂 曾经被她救治过的婆婆 药材店老板和魔法店奶奶 听说男主即将成为这里的领主后 全部都自发前来帮忙 以这个速度下去 重建村庄的目标将不久之后实现 尽管男主所做的一切让小雅十分感动和兴奋 但她看到她似乎在交代后事 小雅忍不住问了出来 男主是不是打算离开这里 所以才提前安排好这一切 她不希望男主离开 她希望她永远留在这里 直到此刻男主才明白了小雅的心意 她蹲下来安慰小雅 她说过去自己确实曾经犹豫过 但现在她顿之勇者上文 因为有小雅在 她才找到了对抗浪潮的意义 因为有菲洛和小梅 所以她已经决定为了他们而战斗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人让她想要作为顿之勇者 保护这个世界 所以这里将是他们新的起点 也是他们永远的终点 她要在这里重新开始 继续自己的冒险故事 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